第4321章 当然是 凌晨没有任何迟疑 便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 都改变不了我是外来者的事实 很好 万界城主笑着点了点头 看来凌晨小友 还是个不忘本的人啊 这次在下前来万界仙城 便是打算邀请万界城主 一驾太初仙界 将万界仙城搬到太初仙界之中 凌晨的眼中 陡然露出了一丝金光 不 万界城主的眉毛一挑 将万界仙城搬到太初仙界 如此 那原住民能答应吗 万界城主所指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那针对外来者的四皇 当初万界城主 便是被这四皇给联手逼到了仙路之上 如今要重返太初仙界 肯定会遭到四皇的阻挠 放心 原住民阻挠不了我们 凌晨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我已经取得了数位仙皇的支援 接下来我们外来者无需再忌惮四皇 不 万界城主的眼睛漠然一亮 从凌晨的口中 她了解到 凌晨竟已经和金翅族皇 非苗神尊 以及生皇 乃至于天邪魔皇的支持 可以说 凌晨的背后 同样站着四皇 这让万界城主的眼神当中 充满了惊讶 显然是做梦也想不到 凌晨在太初仙界之中 混了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时间 就已经拉拢到了如此强力的靠山 拉拢到了如此一个强大的联盟 不可思议 凌晨 显然是办到了连她都办不到的事情 此事 本座将召集城中高层 将事情通知他们 尽快迁往太初仙界 万界城主的眼中露出了一丝金光 道 能去太初仙界 谁会愿意待在这仙路之上 论修炼环境 仙路远远不能和太初仙界相提并论 如果能踏足太初仙界 万界城主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凌晨小友 维尔现在如何了 万界城主问了一下柳维的情况 柳维现在很好 凌晨笑着道 他现在和叶璇他们在一起 都在混沌湖之中 很安全 万界城主这才点了点头 在柳维进入太初仙界的这段时间 他还是很担心 这丫头会不会在太初仙界之中 闯出什么大祸来 这丫头 可是他的软乐 如今太初仙界局势紧张 他早就想将柳维给召回万界仙城来了 在和凌晨又聊了几句 了解完如今太初仙界的局势后 万界城主便立即即召万界仙城的一众高层 万界仙城之中 悠扬的钟声响起 一众万界仙城中的高层强者 纷纷到来 然而 在万界城主向众人说明了意图之后 却让不少的万界仙城外来者高手 都皱起了眉头 城主将万界仙城搬往太初仙界 此事恐怕不能操之过急 是啊 太初仙界险恶 原住民更是使我们为眼中钉 一旦迁入太初仙界之中 恐怕我们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 别的不说 就是那九大仙皇家族 都肯定不会放任我们进入太初仙界之中 此事 太过冒险 应当三思而后行 显然 好几位万界仙城的仙王 在万界城主提出如此激进的策略后 都提出了反对 但是 万界城主闻言 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看来你们是在这仙路上待的时间太长 已经变得没有血性了 万界城主的眼神变得十分冰朗 这次是凌晨小友 带来了重大好消息 我们外来者 已经拥有在太初仙界的立足之地 本座这才会集召你们过来 宣布迁徙之事 有凌晨小友为我们外来者铺好的路 如今 我们外来者已无需再忌惮原住民 哪怕是九大仙皇 也无需在意 我们只管行动 在原住民面前挺直妖感便是 然而 即便万界城主这话 也并不能让一众万界仙城的强者彻底安心 他们只是盯着凌晨 眼中却透露出了丝丝的怀疑之色 就他 显然 他们很是怀疑 就凌晨这么个出入仙王境界的小子 能给他们万界仙城铺路 城主 这回不会是陷阱 一位英勾鼻仙王直接提出了质疑 故意引诱我们万界仙城进入太初仙界之中 好将我们给一锅端了 就是 就凭这小子一句话 我们万界仙城便举成搬仙 谁知道这小子是不是原住民派来的 在坑我们外来者 另一位仙王也是冷冷说道 听得这话 凌晨忍不住摇了摇头 而后冷冷一笑 道 城主 看来我这一趟 真的来错了 没想到万界仙城之内 竟是一些这样美胆的孬种 机会摆在面前 却前怕豺狼后怕虎 看来他们这一辈子 也就只配在仙路上打滚摸爬了 城主 在下告辞了 说吧 凌晨就要向万界城主告辞 但是 他这一番话 却惹怒了方才那两位仙王 他才刚刚要走 却被那一位英勾鼻仙王给拦住 小子 羞辱完我万界仙城的人就想走 想得是不是太便宜了 英勾鼻仙王目光阴沉地盯着凌晨 怎么 难道我有那句话说错了吗 凌晨却一脸轻视地看着英勾鼻仙王 你不是闹肿 我看你是想找死 英勾鼻仙王的眼中 陡然涌上了一抹杀意 一个出入仙王的小子 竟敢在他们万界仙城中如此狂妄 目中无人 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圣怒之下 英勾鼻仙王手掌一招 法则画枪 向着凌晨狠狠地动射而去 看到这一幕 不少万界仙城强者 都在暗暗冷笑 凌晨这小子敢在这里狂 恐怕是狂错地方了 英勾鼻仙王 压根就没有丝毫留守 这下 怕是要被这英勾鼻仙王一枪戳死 众人目光皆不由看向万界城主 见后者没有任何要出手的迹象 他们的心中不由狐疑 难道万界城主不出手就凌晨这小子吗 不然 这小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起料 万界城主没动 凌晨却动了 只是一指点出 轻轻地点在了那一道法则长枪之上 弄擦 清脆的声音响彻而起 法则长枪应声而裂 英勾鼻仙王倒飞了出去 鲜血大口大口地喷出 第4322章四皇宣言 一招 英勾鼻仙王 败 混账东西 看到英勾鼻仙王被凌晨一招击败 其他几位万界仙城的仙王 也是纷纷怒吼着对凌晨出手 然而 凌晨却气定神贤 手指连连点出 每一指 都激射向了不同的仙王 将他们给集飞了出去 所有万界仙城的仙王 竟没有一人能从凌晨的手中 撑过一招 举作哗然 城主 此此如此无礼 在我万界仙城中撒野 还望城主出手 惩治这个小孽障 英勾鼻仙王朝着万界仙主大吼道 然而万界仙主却皱起了眉头 反是冷声呵斥到 闹够了没有 凌晨乃是你们的外来者同胞 如今前来 乃是邀请我们前往太初仙界 怀着好意前来 你们要出手 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本座现在便放话在此 万界仙城 即日起班往太初仙界 愿意去的 随我一同前往 不愿意去的 自己退出万界仙城 自谋出路去吧 万界仙主冷漠无匹的声音 无异于狠狠地善了他们一个大巴掌 所有人皆沉默了 他们显然没想到 凌晨这小子 在万界仙主心中的分量 竟然会如此之重 但随即想想 他们便释然了 凌晨不过是出入仙王境界 便几乎在仙王境界无敌 轻易将他们一众外来者仙王狂越了一顿 可以说 凌晨绝对的前途无量 该天象于谁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谁也不是傻子 因勾逼仙王只能服软 道 城主此话严重了 我等既是城主麾下 万界仙城之人 岂能背叛仙城 城主的决定 我等自然是无条件遵从 以万界城主在这万界仙城众人中的威望 一众仙王虽然和凌晨之间发声了举语 但最终还是纷纷点头服软 他们随即便转过身 向着凌晨拱了拱手 道 凌晨小友 请恕我等无礼 冒犯了小友 我等 在此向你赔罪 一众万界仙城的仙王 皆向着凌晨弯身行礼 都是外来者兄弟 你们对我的话有所质疑 也是人之常情 我不会放在心上 凌晨道 我刚才也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 咱们就算是扯平了 不过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我和诸位同样是外来者 这一点城主可以替我担保 这次进军太初仙界 乃是为了我们外来者的宏图大业考虑 我说的话究竟是不是真的 各位到了太初仙界之中 也自然会知晓 毕竟凌晨之名 在太初仙界之中 还是有人知道的 我和先皇家族的交手 早已不是一次两次 听得凌晨这话 一众万界仙城的仙王 眼神皆不由凝重了起来 凌晨以一介外来者身份 就敢在太初仙界之中和先皇家族为敌 这份勇气和魄力 他们确实没有 很好 万界城主这才点了点头 那就别愣着了 从现在起 万界仙城 开始迁入太初仙界 进入太初仙界之中 寻找新的立足之地 万界城主的声音 在整个仙殿内响彻了起来 然而凌晨却摇了摇头 道 新的立足之地 倒是无需再费力去寻找 北海之地 以前是外来者之领头羊 北海先殿所处立之地 如今我们外来者重回太初仙界 北海之地是首选 北海之地不光是象征意义 同样是仙界中的一块宝地 如今万界仙城进入太初仙界 建立在北海之上 是最佳场所 那便依你凌晨晓友之言 牵我万界仙城 于北海之地吧 万界城主点了点头 随即 在万界城主的一声令下 万界仙城之内 一众万界仙城的外来者高手 便开始了风风火火的迁徙 凌晨则随万界城主一起 率先进入了太初仙界之中 感受到比仙鹿足足浓郁数倍的仙灵气息 万界城主的脸上 也是陡然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好久没有回来了 算一算 已经有数百年没有踏足太初仙界的土地了 望着眼前这太初仙界的土地 万界城主一脸感慨 多谢你 凌晨 能够让本座重新踏足这片大地 万界城主感激地看着凌晨 城主恐怕不必感激我 在下也是有私心的 凌晨笑看着万界城主 我此次邀城主回归 无非是能使我在太初仙界之中多一个帮助 对抗强敌罢了 万界城主 自然知道凌晨所说的强敌究竟是什么人 当即点了点头 道 那是我外来者共同的敌人 就算不在太初仙界 本座也亦不容辞 那城主便在此处捎带 我去邀请几个朋友来 参加我们万界仙城的桥迁圣典 凌晨向着万界城主拱了拱手 随即转身 便消失在了原地 万界仙城迁入太初仙界的消息 很快就在整个太初仙界中传开 外来者震惊 原住民也震惊 万界仙城退入仙路之上 这是当初四位仙皇联手施压的结果 如今万界仙城这般大张旗鼓地重返仙界 这无疑是在善那四位仙皇的脸 万界城主 居然连此人也想来浑水摸鱼 石皇震怒 直接放出话 若万界仙城胆敢出现在太初仙界之中 便要让万界仙城消失在太初仙界之中 在石皇发出宣言之后 燕皇 雷皇和暗皇三皇 也都纷纷发布类似宣言 扬言要抹除万界仙城 一时之间 四位仙族先皇宣布要搞万界仙城 让万界仙城之中 人人自为 风雨飘摇 城主 这次迁徙太初仙界 搞得人尽皆知 要不然 还是不要搞什么乔迁圣典了 依我看 那四位原住民先皇 必定会在圣典上向我们发难 那位英勾鼻先王皱眉道 他的名字 叫做福丰先王 乃是外来者之中 实力排名十分靠前的存在 但此刻的他 却已经被那四皇先后发布的宣言 给赫破了胆 不光是他 整个万界仙城之内 没有人不担心四皇前来下手 毕竟这一次 算是和原住民正面冲突 而他们并不认为 万界仙城有这个硬碰硬的实力 第4323张海皇来赫 你们放心 凌晨先王早就已经算准了如此结果 圣典之日 他自会带旧兵前来 替我万界仙城解决 万界城主开口说道 凌晨 一众万界仙城的先王 皆面面相去 他们承认 凌晨的实力的确很强 但是却还没有强大到 能够和四大仙皇对抗的地步 而现在 万界城主居然将所有的宝 都压在了凌晨的身上 这恐怕有点太过冒险啊 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万一篮子翻了 那可就鸡飞蛋打了 起料万界城主的回答 却让他们更加无语 本座对凌晨先王有信心 万界城主不置可否到 他们也不知道凌晨究竟 给这万界城主灌了什么迷魂汤 居然能让万界城主 对这凌晨如此相信 不过万界城主嘴上这么说 其实心中也多少有点没底 他也并不清楚 凌晨究竟会邀请 哪几个嘉宾来参加巧签圣典 这些嘉宾 究竟足不足够分量 镇住要灭他们万界仙城的四皇 不过 凌晨曾向他保证 必定会保住万界仙城 以他对凌晨的了解 那便不会食言 一个月后 偌大的北海之中 巨浪翻滚 一座恢弘的仙城 矗立在那北海深处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万界仙城 已经彻底立足于北海之地 这北海之中 本就有北海仙殿所留下的基础在 许多残阵禁止 断裂的灵脉 因此万界城主 只是对其稍加利用 便在以前北海仙殿的基础上 将万界仙城的城基 落在了北海仙殿的故地 万界仙城落下之后 整座北海 无疑是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似乎又重新变成了一座仙圣之地 而今日 也是万界仙城 举行乔迁盛典的日子 在此之前 万界城主已经广发邀请 邀请了许多大人物前来参加圣典 但是 最终来的却只是极少数 因为 谁也不敢冒着得罪 四大原著名先皇的风险 来参加这万界仙城的 桥迁圣典 得不偿失 除非本来就是外来者一方的势力 本就和原著名不对付的 这才会参加圣典 如此一来 让整座圣典 似乎都相当冷清 并没有什么宾客 修罗岛 玉池仙王前来拜会 就在这时候 一道清朗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随即 一位黑面粗犷的中年男子 便带着一群小辈 来到了万界仙城之中 柳城主 恭喜万界仙城重归仙界 这位黑面中年男子 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修罗岛的岛主 玉池仙王 玉池仙王 多谢了 万界城主向着玉池仙王拱了拱手 请入座 这位玉池仙王 也是一位外来者仙王 在很早之前就进入了太初仙界 也算是在太初仙界之中 建立起了一方小势力 玉池仙王在和万界城主寒暄了几句后 便在这圣典上 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玉池仙王带着修罗岛的众人出现 总算是打破了这冷场的气氛 但是 参加这次乔迁圣典的人 依旧是少之又少 就在所有人觉得 只怕不会有什么重磅人物 会参加这次万界仙城的乔迁圣典时 万界仙城之外 一道极为强横的气息突然出现 脚踏一层遮天水墓 出现在了仙城之外 海皇戏女碧波公主 续遥天仙王 还好皇孙 前来参加圣典 外面响起了一道高亢的声音 立即让万界仙城的众人 见面色一惊 就连万界城主本人 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海皇 他和海皇可并无交情 而身为九大仙皇之一 海皇这次前来 让万界仙城的众人 感到有些不妙 恐怕是敌非友 来砸场子的概率更大些 一念即此 那浮风仙王等人 脸色皆不由一尘 想不到再四皇之外 他们万界仙城 居然还有强敌 那这一次 他们万界仙城 岂非行事为已 但是 出乎意料的是 海皇在进入万界仙城之后 却并没有动手 也没有出言挑衅 而是向着万界城主拱了拱手 道柳城主 恭喜了 意外的恭喜 让万界城主一脸诧异 没想到这海皇居然不是来找茬的 真是来参加这乔迁盛典的 这就让万界城主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了 随后 海皇便挥了挥手 便取出了一个礼箱 送到了万界城主的面前 这是我仙灵海的贺礼 礼箱打开 一箱子的仙灵海珍宝 便浮现在了万界城主等人的面前 这其中 有不少搭建仙镇的奇珍异宝 显然 海皇这一箱子礼物 是相当有诚意的 这让那浮风仙王等人 揭幕瞪口呆 九大元著名先皇之一的海皇 居然对他们万界仙城 表露出了善意 度谢海皇美意 万界城主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海皇请入座 海皇点了点头 随即便带着碧波公主等人入座去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浮风仙王一脸诧异地看着万界城主 为何海皇会向我万界仙城 突然表现出这么大的善意 他不理解 他们万界仙城 和海皇并没有交情啊 就在这时候 姚天仙王故意停了下来 向着万界城主拱了拱手 问道城主 怎么没有看到凌晨那小子 他今日还没来 万界城主也向姚天仙王抱了抱拳 道凌晨一直在外 为万界仙城桥迁盛典的事情奔波 至今未归 带会他回来 本座自会和他一起 前去向仙灵海的诸位敬酒 无妨 我就是随便问问 姚天仙王摆了白手 便也是跟上了海皇一行人 入座去了 但是 这一幕却告诉了浮风仙王等人 海皇此次前来参加万界仙城的桥迁盛典 看得不是别人的面子 就是凌晨的面子 城主 你是不是早都知道海皇是凌晨先王邀请过来的 浮风仙王等人皆将目光看向了万界城主 这个本座也是刚刚才知道 万界城主摇了摇头 到他所说的贵客里面可并没有海皇 第四千三百二十四章四皇到来 万界城主说的是实话 凌晨给他说了九大仙皇之一的生皇会来 但却并没有说海皇也会来 稍后 大殿外面 果然就传来了首位的声音 生皇陛下 西江陵公主 前来参加圣典 生皇 一众万界仙城的仙王 脸上皆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想不到继海皇之外 又有一位原著名仙皇前来参加圣典了 同样 生皇也准备厚礼 带来了生命神域的宝物 各种稀有的仙慕和仙种 交到了万界城主的手上 生皇陛下 请入座 万界城主极为礼貌地道 生皇微微汗手 玄机走开了去 但是 江陵却笑盈盈地看向看了万界城主 城主 凌晨先王呢 凌晨外出邀请宾客 尚未回来 万界城主笑道 打扰了 江陵这才离开 又是找凌晨先王的 扶封先王等万界先城先王 这下算是彻底服气了 这个凌晨先王 在仙界之中的人脉还真是恐怖啊 先是海皇 这又是身皇 光是九大先皇之中 已是两人和他有交情 混沌神山 京士族皇道 门外 又是一道传话的声音传来 混沌神山 京士族皇 连混沌神山的先皇都来了 扶封先王等人一脸肃然 没想到继海皇和身皇两大元著名先皇之后 连混沌神山的先皇也来了 每一位都是大人物啊 他们现在有点相信 凌晨为什么敢让他们将万界先城给搬迁过来了 对方这底气 的确够硬啊 的确够硬啊 黑苗神尊让本皇替他带话 此次圣典他有事来不了 但贺礼让本皇给带来了 京士族皇笑盈盈的看着万界城主 黑苗神尊太客气了 万界城主一脸喜悦 凌晨没骗他 这些太初仙界之中的大人物 果然真的都来了 让万界城主的内心感慨不已 他们万界先城 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热闹过了 这么有排面了 异界魔狱 天邪魔皇道 但是下一刻 守卫的声音 却让万界城主面色唯唯一变 那伏风先王等人 也是面色陡然惊骇 天邪魔皇 那不是异界名鬼的头头吗 凌晨怎么把这魔头也给弄来了 将这种魔头给弄尽这桥迁圣典来 这真的好吗 快快恭迎 然而 就在那伏风先王等人上在犹豫之时 万界城主却挥了挥手 让人将天邪魔皇给迎进来 城主 这恐怕不妥吧 一众万界先城的先王 面色迟疑道 有何不妥 万界城主不置可否地道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何况是凌晨邀请来的 那就自然是我们的贵客 话音落下 天邪魔皇 带着麾下的两位明王 吞佛和汉拔 却已经走进了这座迎兵大殿之中 万界城主 恭喜了 在入殿之后 天邪魔皇便立即向着万界城主拱了拱手 天邪魔皇 请入座 万界城主表现得有理有节 并无半点怠慢 他知道 就算天邪魔皇在太初仙界之中臭名昭著 但不可否认的是 对方依旧是一位先王级别的高手 就算不能够联手 也不能够得罪 外来者本就是弱 岂可再多数敌人 以众万界先城先王 皆面露动容之色 是到如今 这次万界先城的桥迁圣典 已经有四位先皇级别的大人物 对他们表示支持了 这般分量 顿时让他们这些个先王底气十足 有了和那四皇叫板的胆破 而几乎在此同时 在这北海的天穷之上 忽然一大片黑云笼罩而来 那黑云之中 有着四道人影 脚踏黑云而来 四道气息 皆浩瀚到了极点 达到了先皇层次 正是那时皇 燕皇 雷皇和暗皇 四皇到来 这四人 俨然是来者不善 远远地看着那一座万界先城 眼中满是冰冷之色 万界城主 本皇已经警告过你 万界先城不得入先界 你为何不听劝告 将本皇的话当作耳边封 十皇的目光 远远地注视着万界城主 语气之中充满了质问 然而 万界城主却一脸淡漠 道 我万界先城迁与不迁 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和你们四位何干 好 很好 十皇冷笑着点了点头 嘴巴倒是够硬 就是不知道 你万界先城 究竟有没有承接我们四皇怒火的实力 动手 灭了这万界先城 十皇一声令下 四位先皇的气息 便陡然犹如天节一般滚滚落下 向着那万界先城碾压而去 十皇 今日乃是万界先城 桥迁盛典之日 你这个时候前来捣乱 是不是过分了些 在十皇话音落下之煞 便有着一道婉转的女子声音传了过来 不是别人 却正是生皇 生皇 你怎么和这群外来者混在一起 自降身份 看到生皇的出现 那十皇的脸上 也是陡然露出了一抹阴沉之色 此事与你无关 莫要多管闲事 生皇 再怎么样 你也是原住民九大先皇之一 不站在我们这边也就算了 怎么还帮起了外人 速速退下 不要丢我们九大先皇的人呢 不错 这群外来者楼蚁 是注定要被铲除的对象 谁敢庇护他们 必将和他们一起灭亡 看在同为九大先皇家族的份上 我们才好心提醒你 不要烫这一趟浑水 否则将会连累整个生命神域 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那燕皇 雷皇和暗皇三人 皆盯着生皇 立生喝道 起料 生皇却一脸淡漠 根本没打算给他们面子 淡淡地道 抱歉 今天这闲事 本皇还真就管定了 管闲事的人 算本皇一个 一旁的金翅足皇 也是笑盈盈地开口道 有意思 看来今天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 要有一战了 天邪魔皇一脸戏烈地望着这一幕 本皇也站各队 这一战 本皇帮外来者 教训教训你们这群高傲的老家伙 一看瞬间就有着三位先皇级别的强者站了出来 和万劫成主站到了一起 十皇等人的脸色也是陡然一沉 如此一来 他们这边可就压根不占什么优势了 第4325张逼退四皇 万劫成主 难怪你如此凶有成竹 原来是勾结了这么多人 有了和我们为敌的底气 十皇眼神冰朗 眼神之中 却多出了几分难看 显然 突然出现了如此多的强敌 让十皇也感受到了一丝的棘手 这小小的万劫仙城 倒还有点不好端了 十皇 今天是万劫仙城的大日子 还是莫要造次 这时候 一直没有表态的海皇也发话了 今日便看在我等的面子上 退去吧 面对如此多的先皇强者施压 十皇也是顿时陷入了沉吟之中 眼前这般局势 对他们而言 可有点骑虎难下 净退两难了 就在这时候 虚空陡然动荡起来 紧接着 随着虚空一阵动荡 树道人影 出现在了这万劫仙城外的虚空之中 为首的 正是凌晨 在他的身后 则是叶玄河北成员密等人 一行人降落在了万劫仙城外 十皇 今日恐怕而等不能如愿了 凌晨远远地望着十皇 眼神十分冷酷 今日他所召集的阵容 根本就丝毫不需十皇等人 就算十皇等人想要动手 也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 小子 看来你早有准备 竟在此地召集了这么多强者 倒是小看你了 十皇一脸森冷地盯着凌晨 不过山高水长 小子 你的一不了多久 是吗 凌晨倒也丝毫不客气 我倒是觉得 是你们四人的穷途末路 很快就要到了 今日你们奈何不了我们外来者 日后 你们更不会有机会 哼 牙尖嘴利 一旁的雷黄 也是死死地盯着凌晨 小子 希望你能一直这样牙尖嘴利下去 随即他漠然一挥手 刺大仙皇 便漠然动身 离开了此地 目送着这四皇消失 一旁的天邪魔皇 却笑隐隐地看着凌晨 凌晨兄弟 就这么将这四个家伙给放走了吗 你就没想过 今天将他们给留下 听得这话 不少人皆眼瞳猛然一缩 旋即一脸惊异地看着天邪魔皇 这个天邪魔皇 居然想要在此地 对这四大仙皇动手 凌晨摇了摇头 此地不是动手的地 我所选定的动武之地 不在这里 凌晨知道 想要抹杀四皇 光是靠他们这里的这些人 恐怕还不够 何况 血皇肯定也在暗处 真要交其手来 讨不到什么便宜 只能算是有一战之力而已 那你所选定的动手之的 在何处 天邪魔皇一脸差异地问道 千尊山 凌晨只是缓缓地吐出了三个字 千尊山 天邪魔皇的眼瞳猛然一缩 其他人 也都面露震惊之色 显然没想到 凌晨所选定的地方 居然会是千尊山 在过十年 就是千尊山开启之日 千尊山之中 所有人的实力都将大打折扣 就算是九大仙皇也不例外 凌晨的眼中 陡然就闪过了一丝灵力 到时候 就是取他们性命的最佳时机 万界成主 升皇 金赤族皇 看向凌晨的眼中 也都变得不一样起来 想不到凌晨还真就已经有了打算 打算斩杀四皇 这说明 在凌晨的心目中 早就已经打破了对先皇级别强者的迷信 并不认为先皇就是无敌的存在 不过 不得不说 凌晨的判断十分准确 在仙尊山之中 先皇的实力将会大大降低 就算是先皇 也不再是不死不灭之体 在仙尊山之中 完全是可以抹杀的存在 那就这么定了 待仙尊山开启之后 我等便是同王 当合力击杀这四大仙皇 天邪魔皇冷冷道 击杀四大仙皇 当然是必要之事 不过最要紧的 还是不能让这四大仙皇得到先尊本源 否则一旦要是让他们其中一人成为先尊 我等就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此时 圣皇也是开口说道 但是 一旁的海皇却皱了皱眉 到这四大仙皇的背后 可是死亡先尊 这次如若会出现先尊本源 落在四人身上的机会 恐怕会很大 那倒未必 万界城主摇了摇头 能不能成先尊 全看自身 和神人支持关系并不大 难道你们忘了 真理先尊是如何成为先尊的了 听到真理先尊这的名字 众人顿时眼睛唯唯一亮 随即面面相去了起来 真理先尊 是一位神秘的先尊 虽然论资历 比不过创世五先尊 光明 黑暗 生命 死亡 喜元五位先尊 是后来成就的先尊 但是 据传这位真理先尊 却是外来者所成就的先尊 照理来说 他和先尊三不存在任何关联 却成就了先尊之位 足可证明 即便是有先尊的支持 也比不过自身的机缘支撑 外来者 照样可成先尊 出得不错 真理先尊可成先尊 说明成就先尊 一切外力皆无用 天邪魔皇的眼中 陡然就闪过了一抹金光 谁的拳头大 能抢到先尊本源 谁才是最后的大赢家 小子 十年之后 本皇再来找你 今日就先告辞了 天邪魔皇只是在朝凌晨打了一个招呼之后 便一个转身 带着麾下的两大冥王 离开了此处 凌晨小友 我们也告辞了 其他几位万界先成的贵客 生皇 海皇和金赤族皇等人 也都纷纷起身告辞 今日这盛典 本就是为政者那四皇而来 如今 四皇已退 他们自然也无需在此浪费时间 十年时间 对凡人来说 或许十分漫长 但对他们这些先皇而言 不过就是谈指一挥奸 他们的好好准备 这一次的先尊山之行 这是这千万年以来 他们最接近先尊的一次了 如若不然 就又要等到二十个纪元之后了 而凌晨也很明白 先尊山 将是他们灭杀这四大先皇的唯一机会 也是阻止 无量先杰计划的唯一机会 要么能斩杀血黄等人 要么 就是他们这些人当中 可以诞生出一位先尊 第四千三百二十六张 重踏仙路 在几位先皇相继离开之后 凌晨也是进入了万界先城之中 距离先尊山开启 只剩下十年时间 万界城主看着凌晨 你接下来 有何打算 我要进入仙路 先回地心一趟 凌晨面色凝重地道 将我的家人 带进太初仙界之中 他倒不是担心 原住民会对自己的家人下手 他是担心 太初仙界会搞什么麻额子 对于太初仙界而言 外来者的世界 就宛如蝼蚁的巢穴一般 万一发动什么大邪 将外来者的世界给毁了 来一次推道重来 那他的家人就危险了 父母家人 都还在帝心之上 在他离开之时 帝心就已经风雨飘摇 陷入了危机之中 随时可以会发生天地大破灭 取若烟 还有腹中的孩子 无疑都是凌晨牵挂的对象 速去速回 申皇和万界成主等人 皆点了点头 正常情况下是十年后开启 但不会保证 仙尊山不会提前开启 凌晨点了点头 仙尊山乃是太初仙界的主宰 岂是他们能轻易计算出来规律的 十年 只不过是一个大致的推算 究竟什么时候开启 全凭仙尊山的意志 我速去速回 凌晨在向着众人告辞后 便动身离开了万界仙城 仙鹿 青牛洞府 两名先锋到谷的老者 正在下棋 这二人 不是别人 正是凌晨之前在仙鹿之上 所遭遇的 振元和菩提两人 突然间 青牛洞府的上空扭曲了起来 一道人影 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 就这么朝着青牛洞府降落了下来 两位前辈 别来无恙 一道爽朗的小声 陡然在这座青牛洞府中 传荡了开来 谁 振元和菩提两人 皆猛然向着那一道人影所在的位置 下一刻 他们便皆争住了 脸上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视线当中的人影 居然不是别人 却正是他们以前在这仙鹿上见过的小子 凌晨 振元叫出了凌晨的名字 你是叫做凌晨吧 正是在下 凌晨向着振元和菩提两人拱了拱手 以前刚到仙鹿上的时候 凌晨根本看不清楚这振元和菩提两人的修为 但现在 凌晨一眼就看了出来 这二人都是精先修为 先王境界 李居然达到了先王境界 振元和菩提两人 感受到了凌晨身上无比浩瀚的气息 神色愈发震惊 这个曾经路过此地的年轻人 居然在不知不觉之中 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先王之境 不可思议 两人的脸上便陡然泛起了一抹不可思议 太初仙界竟是如此伏地吗 凌晨当初经过先路之时 连真仙多尚且还不是 可如今却已经达到了先王之境 只因为 对方去了一趟太初仙界 凌晨摇了摇头道 碰巧有些机缘而已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确实 这是天大的机缘 岂是人人都可拥有的 振元和菩提二人点了点头 若人人都可像凌晨这样 太初仙界 岂不是早就先王满的走了吗 近来听说 万界成主已将万界先成 从先路搬去了太初仙界 也不知结果如何了 菩提老祖开口说道 凌晨先王 你可知道 万界先成如今情况如何了 可有和原住民之间发生大战 胜负如何 你们两位放心 万界先成已成功进驻先界 并已在先界站稳脚跟 凌晨朝着二人淡淡一笑 道 万界先成有强缘相助 不惧原住民 我这次来 便是要出先路之外 将我的家人接到先界中去 二位前辈 若是想去先界的话 可自行前往 万界成主必欣然接纳 听得这话 菩提和振元二人 便皆感到了一丝一动起来 在这先路之上 修炼到今仙之后 他们便很长时间 再未寸进一步 这辈子恐怕都无法再踏足先王之境了 但是 要是去了太初先界 他们的上限 或许还能网上再提一提 我们二人会考虑 菩提和振元点了点头 要让他们直接就这么离开 修炼了这么多年的洞府 着实有些舍不得 需要一点时间 那晚辈便先告辞了 凌晨向着菩提和振元二人拱了拱手 旋即手掌一招 一股雄浑的法则力量 便将二人给笼罩了在内 这是晚辈的一点法则感悟 赠给二位前辈 法则力量之中 有着灵星的碎片洒落而下 落在了菩提和振元两人的身上 化为了一缕缕光点 渗透进了二人的身体之内 这才离开了这座青牛洞府 法则感悟 居然是法则感悟 菩提和振元二人 脸上皆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凌晨居然制造出了部分法则碎片给他们感悟 这是只有无量进先王方才具备的手段啊 而且一般就算是无量进先王 也不会轻易这么做 毕竟需要耗费自身一定的法则之力 显然就他们两人对凌晨那点指路的恩情 根本不够资格让凌晨如此回报他们 只不过 如今凌晨既然已经降下了法则碎片 他们自然不能浪费了凌晨的一片苦心 今后再努力想办法报答救世了 而凌晨在离开了青牛洞府之后 便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先路 先路的重重难关 艰难险阻 对现在的凌晨而言 已是够不成任何威胁 都被凌晨给轻松闯过 先路之外 凌晨的身形显现而出 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极为浩瀚的宇宙星空 此处便是外来者的世界 终于回来了 感受到这座世界所弥漫的熟悉感觉 凌晨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久违的笑容 仿佛一个在外的游子 回到了家乡一样 但是下一刻 凌晨便感受到 这座世界的规则 似乎有些异常 凌晨的双眼如炬 透过重种虚空 看到了这片世界的近况 大片的虚空正在崩塌 无数的星球 正在被黑洞吞噬 破灭 这世界的规则 仿佛已经难以为继 天地大破灭正在降临 第4327章深渊之主 不好 看起来 外界已经开始崩塌了 纪元大劫正在降临 感受到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 凌晨的脸色逐渐凝重了起来 这片世界 恐怕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必须尽快回去了 凌晨脚步一踏 便已是消失在了原地 地心 天庭 当初凌晨在走之前 已经击败了第三纪元的其他霸主 让天庭在这浩瀚星空之中 取得了独尊地位 即便凌晨这位天地不在 但是天庭 在一众天君的统治之下 依旧在图飞猛进 直到一位名为深渊之主的 纪元霸主出现 深渊之主 乃是第一纪元中的一位霸主 创造了深渊先道文明 在两次纪元大破灭之中 都苟活了下来 但付出的代价 是在深渊之中沉睡了许多年 直到最近 他方才重灵世间 但是 却听说如今的星空 竟是天庭一家独大 凌晨扫灭猪 天仙道文明的行为 也让深渊之主十分不满 不过 深渊之主显然也没胆量 招惹凌晨 在多方打听 确认凌晨不在地心上 早已动身进入了仙路中后 他直接便悍然出手 带着深渊文明的仙道人马 动身来到了天庭之前 要强占地心 窃取天地之位 纵观如今的仙道星空世界 强敌要么去了仙路 要么 就被凌晨给全杀了 现在的世界 是以他深渊之主为尊 那还是他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天庭灵霄宝殿之内 天妃徐若燕端坐于天地宝座之上 他的小腹已经高高隆起 显然怀孕了这么长时间 这运度已经成熟 快要到临盆阶段了 九天玄女向着地座上的徐若燕拱了拱手 道天妃 那深渊之主已经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 三日之内 打开地心的防护阵法 召开天地登基大典 勇立深渊之主为新任天地 否则 等他出手急迫阵法 便要图进地心上的所有生灵 听的这话 灵霄宝殿内 广寒天君 原始天君等一众天庭天君 皆面色难看 该死 从哪冒出来这么一个深渊之主 当初天地不是已经将所有仙道霸主给肃清了吗 没想到留下这么一个漏网之鱼 现在来找我们天庭的麻烦 天地在时 这深渊之主怕是当孙子还来不及 如今不过是看天地早已离开 去了仙路 所以才敢出现在我们天庭的面前 对我们天庭出手 可惜啊 天地不在 竟让一个鼠辈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 许多天君都义愤填膺 感到十分憋屈 但是 他们也都知道 一位第一纪元的仙道霸主 实力何等强大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够匹敌的 灵霄宝殿之内 一片议论和争执之声 天废墟若烟的柳梅 也是唯唯一簇 那深渊之主 实力虽强 但他想要破地心的结界 却也没那么容易 地心的结界 乃是当初凌晨走之前设下的 唯的 就是以防万一 保护地心上的众人 如今 凌晨虽然不在 但结界有存 仅凭天地所留的一道结界 恐怕困不住那深渊之主多久吧 众天君当中 三眼天君面露质疑之色 那深渊之主就算在菜 那也是第一纪元的仙道霸主 实力岂是泛泛之辈 一道结界 真能将深渊之主这一位仙道霸主 给彻底拦住吗 轰隆隆 就在众人话音才刚刚落下的刹那 一阵惊雷般的巨响 便陡然从外面传了过来 整座地心 仿佛都陷入了剧烈的波动当中 是深渊之主在攻击结界 所有人皆面面相去起来 他们都知道 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还是发生了 徐若燕率先身形一动 便消失在了原地 连同那一众天庭天君 出现在在了那地心上空 果然 在那地心结界之外 果然有着一道高大魁梧的人影 体内散发出宛如深渊一般 深不可测的气息 深渊之主 天庭的一众天君 瞬间就猜出了这一道人影的身份 论实力 这深渊之主 果然比起凌晨都不遑多让 到底是第一纪元的霸主 以此等实力 地心的结界恐怕岌岌可为 你就是那凌晨的妻子 天庭的天妃徐若燕吧 地心之外 深渊之主的目光 落在了徐若燕的身上 随即一双眼睛眯了起来 本座也不是那种 乘人之为的小人 我会把你们怎么样 只要你们愿意打开 地心的结界 引我们进入地心 推举本座为天庭天地 本座 可以留你们这些 天庭的旧部一条小命 起初 他以为凌晨所留下的 这道结界 估计对他威胁不大 然而 深渊之主刚刚已经尝试 攻击了一下这地心结界 结果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道结界竟如此坚固 他出手之下 竟是一级没能够攻破结界 而且 就算是他 想要打破这一道地心的结界 也绝对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因此 若是能让这天庭中人 主动打开结界 将他给放进去 并不显认定拿下这颗地心 自然是在好不过 等他顺利进入了地心 那么这地心之人的死活 便由他说了算了 但是 其料许若烟却冷冷一笑 道阁下 恐怕是无力开启这地心结界吧 深渊之主 想必你对我夫君的事迹 应该也有所耳闻 他当初在的时候 扫灭诸天仙道文明 斩杀了多少仙道霸主 那些所谓的仙道文明之主 在我夫君的面前 就宛如土鸡娃狗一般 不堪一击 如今 若是被我夫君得知 你想要窃据地心 占据天庭 你猜猜 自己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听得徐若烟这威胁意味十足的话 深渊之主却冷冷一笑 道 你未免也太过看你那位夫君了 我深渊之主 乃是第一纪元的仙道霸主 在两次纪元大破灭的浩劫中存活至今 实力岂是寻常的仙道霸主可比 别说他已经进入了仙路之中 生死未博 就算他活生生地站在这里 本座照样有把握能将他镇压 第四千三百二十八章 结结被迫 深渊之主冷笑连连 凌晨是厉害 但问题是 凌晨已经进入了仙路之中 一旦进入仙路 还从来没有谁能够回得来的 再强的人 无法出现在此地 那都是净花水月 不值一提 敬酒不吃吃法酒 看来你们是想吃法酒了 深渊之主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抹冰冷之色 旋即他便默然抬手 手掌之间 惊人的森冷便汇聚成了一柄长枪 这本原长枪 连天地规则都能动穿 在深渊之主的猛然贯穿之下 便狠狠地动穿在了地心的结界之上 深渊之主自信满满 他自信以他的实力 若真动真格的话 急迫这结界 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 地心结界虽然急剧扭曲 但却依旧并没有被这深渊之主 给动穿开来 只是留下了一道道波澜 这让深渊之主面色上有些挂不住 岂非曝露了他深渊之主的无能 该死 一个死物而已 倒要看看你能足本做几时 深渊之主顿时勃然大怒 往得操其手中的长枪 狠狠地向着结界连续洞穿而去 砰砰砰砰砰 长枪频繁轰击在了结界之上 那等恐怖的冲击波 就连整座地心 都陷入了剧烈动荡之中 仿佛要被轰得崩溃了一般 但是 即便地心动荡 但结界却依旧固若金汤 仿佛是这世上最为坚固的壁垒 而在这深渊之主此番猛轰之下 结界虽然没有轰破 但是在结界之上 却陡然闪耀起了惊人的图文 从那惊人的图文之中 竟是浮现出了一道惊人的虚影 这道虚影 不是别人 却正是凌晨的模样 这是凌晨所留下的一道意志 何方萧小 竟敢犯我地心 模糊人影的口中 发出了一道十分威严的声音 区区一道残留意志 也敢在本座面前露头 耀武扬威 给我灭 深渊之主默然一指点出 滔天止境 陡然向着那一道意志人影动射而去 但是 这止境即将落在那模糊人影身上的刹那 模糊人影 却豁然出手 竟是直接一掌打出 掐住了深渊之主的指盲 直接就将深渊之主的意志给掐灭 怎么可能 深渊之主瞪大了眼睛 显然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这意志 居然会被凌晨这道区区的意志体 给轻易挡下 反天平者 死 意志人影陡然发出了一道森冷的喝声 开始挥出一剑 进行反击 深渊之主面色一变 猝不及防 竟是被这模糊人影的一剑 给生生地盏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间面色俱阵 深渊之主 竟然被去区区一道意志虚影给击飞了 至于天庭众人 则同样是面露不可思议之色 怎么可能 只不过是凌晨所留的一道意志啊 竟然就能击败一位第一纪元的霸主 未免太不可思议 这便是天地凌晨的实力吗 徐若燕的美眸骤然一亮 脸上随即露出了一抹笑容 道怎么样 深渊之主 相信你人也不傻 接下来该如何抉择 劝你不要再自取其入 纪元大劫已经降临 你有攻击地心这个功夫 倒不如回去加固加固自己的老巢 应对大劫降临 然而 深渊之主的脸色却愈发阴沉 他看中地心的原因 就是因为地心十分稳固 可以作为一个度过纪元大扑灭的好地方 准备强占过来 作为自己的老巢 却万万没想到 今天居然让一道意志体给挡在了外面 简直是奇耻大辱 深渊无极 昏天灭界 深渊之主发动杀招 竟是不惜燃烧了自己的天君本源 悍然发动了一击 打在了凌晨的那一道意志体身上 在这深渊之主燃烧了天君本源 持续狂攻之下 意志体终于是承受不住 在挨了深渊之主 时数到强攻之后 凌晨的意志体终于是能量耗尽 消散了开来 深渊之主气喘吁吁 体内有种虚脱之感 不过他深吸了一口气 不让自己表现出任何一丝的疲态 这要是被人给发现 他只是灭掉凌晨的一道意志体 就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让别人怎么看他 岂不有损他这位仙道霸主的威名 天地的意志体被集散了 见到那一道模糊虚影 被深渊之主疯狗一般的公式 给集散开来 一众天庭的天君 脸上也是纷纷一变 一道意志体的能量终究有限 怎可能承受得了一位仙道霸主 无休止一般的猛攻 没有此人的意志 本座倒要看你们如何守着结界 深渊之主的眼神当中 涌动着无尽的阴朗 随即他终于是凝笑一声 全力一枪捅在了结界上 这一下 结界没能再承受住 深渊之主的公式 弄擦一声裂了开来 结界被攻破了 取若烟的美眸陡然一缩 随即他便双手结印 将一股天君本源 注入了结界之中 要修复结界 就凭你 深渊之主冷冷一笑 根本没将徐若烟这种实力 给放在眼里 他便猛然一枪再度横扫而出 轰落在了那地心结界的缺口之上 一声俱响 徐若烟的身体便倒飞了出去 喷出了一口鲜血 徐天妃 您没事吧 广寒天君和九天玄女两人 立即出现在了徐若烟的身后 将后者给搀扶住 没事 徐若烟强撑住身体 却显然并不是像他嘴上说的那样没事 但是 下一刻 徐若烟便突然感觉肚子一阵翻江倒海 剧痛发作了起来 糟糕 九天玄女翘脸变色 天妃这事动了胎气 恐怕要早产了 早产 现在 广寒天君也是面色一变 如今地心和天亭街陷入危机之中 他们都正是焦头烂额的状态 弟子现在出事 可不是什么好时候啊 弟子一出来 恐怕就将陷入巨大的麻烦当中 什么弟子 列种而已 必须铲除 深渊之竹瞅准了徐若烟 眼中陡然闪过了一抹杀意 随即便直接挥枪杀来 要连同徐若烟腹中的婴孩一同击杀 斩草除根 第四千三百二十九章回归地心 只见得深渊之主一枪爆轰而来 显然是要取徐若烟性命 眼看着就要动杀徐若烟 就在这时 徐若烟却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 漠然打出一掌 迎向了深渊之主的一枪 砰得一声俱响 深渊之主的枪芒竟轰然粉碎 至于深渊之主本人 竟也是被徐若烟这一击给震退了 再度被逼退 深渊之主猛然抬头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第一次是被凌晨所留下的意志逼退 这一次 又是因为什么 深渊之主表示不理解 他的视线 陡然落在了徐若烟的腹部 他能够感受得到 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波动 从徐若烟的肚子里面散发而出 嗯 深渊之主的眉头陡然一皱 似乎是发现了隐秘一般 原来是这个孽种的力量 想不到上在娘胎之中 就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若是出生以后还得了 广寒天君和九天玄女等天庭天君 此刻也是大为震惊 他们同样是有些没料到 凌晨这个上在娘胎中的子嗣 居然就有击退一位仙道霸主的力量 虽说他们明白 这是凌晨的血脉 但也不至于恐怖到这等地步吧 叶种 找死 深渊之主既知道了 是腹中孩儿在作怪 他岂能再留其性命 当即便宛如疯子一般杀了过来 要娶徐若烟母子性命 徐若烟眼神陡然一冷 他感觉到小腹中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这是他孩儿的愤怒 这股力量若无处宣泄的话 恐怕反而会伤到他自己 而这时候 深渊之主的攻势已经到了 徐若烟也顾不了许多 便依仗着胎儿的力量 隐生生地和这深渊之主抗衡 而且每一集 都能打得深渊之主暴退 完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怎么可能 众人越看越惊讶 他们难以相信 这深渊之主 居然会被徐若烟腹中的胎儿给压制住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一股浓浓的荒谬之感 这深渊之主 不是横称霸第一纪元的仙道霸主吗 若不是之前对方展现出恐怖的实力 出手打破了地心的结界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这样的人 会和一位仙道霸主联系在一起 而深渊文明的强者 此刻面子上都有些挂不住 显然没有料到 深渊之主竟会敌不过一个孕妇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 连一个胎儿都搞不定 今日若是凌晨本人在此 那他们深渊文明 岂不是狗屁不是 但天庭众人却欣喜不已 没有这个尚未出生的弟子 居然会成为他们的救星 但是随着徐若燕和深渊之主的交手逐渐白热化 深渊之主虽然处于下风 但是毕竟是仙道霸主 比运和修为极其深厚 即便徐若燕占据上风 在这一时半会之间 却也无法彻底击败着深渊之主 突然间 徐若燕感觉到身体一阵虚弱 小腹中不断涌出的力量 竟是瞬间变得虚弱了起来 不好 徐若燕第一时间 便感受到弟子的力量在消退 但却为时晚矣 在下一次交手当中 徐若燕被深渊之主义招正非 口吐鲜血 糟糕 弟子的力量变弱了 广寒天君和九天玄女等人 脸上皆露出了不妙之色 弟子终究只是一个 尚未出生的胎儿 她的力量也并不稳定 果然 在战斗了一段时间后 这股力量便急剧衰弱了下去 这下麻烦了 到底是尚未出生的小娃娃 力量如此不稳定 最终依旧对本做够不成什么威胁 深渊之主咧嘴一笑 一瞬间信心暴增 反手便一枪刺向了徐若燕的腹部 死 眼看着徐若燕陷入了凶险之中 天庭一众天君皆面色俱变 然而他们此时想要救援 却已经来不及 然而 就在这时 整座地星 仿佛冻结了一般 空间被凝固 时间停滞了 所有人都一动不动 深渊之主的那一枪 就这么停在了徐若燕面前的咫尺之巨 再也无法寸进半分 怎么可能 发生什么了 不是一两个人动弹不得 整座地星的时空 仿佛都凝固了一般 此刻的深渊之主 拼命想要挣扎 可却始终无法动弹一下 他的内心骇然至极 究竟的需要多么恐怖的实力 才能够冻结整座地星的时间和空间 时空遭到冻结 但众人的灵魂却没有被冻结 他们此刻能够看到 一道人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视线当中 正嫌庭信步 一步步走来成为这被冻结的时空当中 唯一还具备行动能力的人 那是天地陛下 在看到那一道人影的刹那 九天玄女和广寒天君等人 揭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突然出现之人 居然不是别人 正是已经前往了先路的天地 凌晨 凌晨 回来了 天地凌晨 深渊之主的心中顿时大害 怎么可能 这位已经前往了先路的天庭天地 居然回来了 进了先路怎么可能还能回来 深渊之主 感觉自己的认知都被刷新了 然而此时 凌晨却已经信步走到了深渊之主的面前 眼神早已变得冰冷无比 竟感伤无妻子 给我消失吧 凌晨伸出手指 一直点在了深渊之主的身上 紧紧一指 下仪煞 在那众目睽睽之下 深渊之主的身体 便直接化为了尘土 在那视线中消散了开来 气息也彻底消失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深渊之主 那深渊文明的强者 脸上皆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显然做梦都没想到 凌晨只是动了动手指头 就让深渊之主直接蒸发了 这个凌晨的实力 究竟达到了何等恐怖的地步 随即 凌晨只是手掌一挥 那冻结住的空间 便陡然恢复了正常 所有人也都恢复了行动能力 凌晨 你回来了 真的是你 瞿若燕两眼瞪大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一脸震惊 显然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关节眼上会见到凌晨 凌晨 竟然回到了地心 参见天地陛下 天庭的众天君 皆向着凌晨公身行礼 神色无比恭敬 第四千三百三十张弟子之威 放不下你们 所以回来看看 凌晨看了一眼 徐若燕 幸亏回来得及时 不然恐怕就麻烦了 你的谢谢你孩子 徐若燕抚摸着自己滚圆的腹部 是他救了我们 没有他 恐怕无人能够挡得住这深渊之主 不 凌晨走到了徐若燕的面前 将手放在了徐若燕的肚子上 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不愧是我凌晨的子嗣 还没出生 就能抗衡一位仙道霸主 不过 凌晨倒也并不奇怪 毕竟他的儿子 也算是先王之子 若是在太初仙界之中 寻常的先王子 出身基本就是仙人 甚至在优秀点 可能就直接是真心了 抹杀一位仙界外的文明之主 岂不是轻轻松松 但是 自己的子嗣 做了这么漂亮的事情 还是得夸一夸 随即 凌晨便将一股精纯的法则力量 注入了徐若燕的腹部 立刻之间 持若燕腹中的孩子 很快就彻底安定了下来 胎洞平息 天地陛下 你既已登上仙路 去了仙界 为何又回来了 这时候 一旁的九天玄女 忍不住开口问道 是不是并未寻找到 那传说中的仙界 听得这话 其他天庭天君 也都纷纷感兴趣起来 他们都想知道 仙路之后究竟是什么 所谓的太初仙界 到底只是传闻 还是真的存在 我就是从太初仙界回来的 凌晨淡淡一笑 这次 也是打算将你们都带去仙界 什么 这一句话 便让天庭众人全数震惊了 太初仙界不仅存在 凌晨还打算带他们前往太初仙界 不知道天地陛下 打算带谁去仙界 一众天庭天君心中忐忑 在他们看来 凌晨肯定带不了多少人 但是对天庭众人而言 没有谁想要继续留在这个随时都可能破灭的世界当中 谁都想去太初仙界 寻找到一条生路 寻求上限的突破 但是决定带谁不带谁 都得是凌晨这位天帝说了算 我打算将整颗地心带到太初仙界中去 凌晨不至可否地道 整颗地心一众天庭的天君 皆面露震惊之色 凌晨打算将整颗地心都移入太初仙界中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需要何等浩瀚的伟力 真的有可能做得到吗 在他们看来 凌晨也不过是进入仙界没多久而已 能拥有这般匪夷所思的能爱吗 凌晨 一栋整颗地心 难度未免太大 凡事还是要量力而行 徐若燕觉得凌晨恐怕有点拖大 还是提醒了一句 他可不想看到凌晨冒险 可以一试 凌晨倒不觉得有什么难度 以他现在的实力 将地心从仙路上搬运而过 并非是什么难事 至于到了仙路尽头之时 再让几位仙皇出手帮忙 打通仙界壁垒 这事便算是完成了 天地陛下 冒昧地问一句 不知道您现在是什么修为 九天玄女开口问道 初入仙王之境 凌晨如实说道 仙王之境 虽说他们对于仙人境界没有多少了解 但却也能猜到 这仙王境界怕事不一般 仙道霸主之后 视为虚仙 驱仙之后 拒不死仙体 视为真仙 真仙之后 视为金仙 金仙后 便是仙王之境了 听得这话 天庭众人皆面露震惊之色 原来在仙道霸主之后 居然还有这么多境界 而仙王之境 则凌驾于众多仙人境界之上 非同凡想 想不到凌晨才离开没多久 就已经达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进步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 仙王境界 莫不是仙界至高境界 九天玄女经义道 仙界已久大仙皇为尊 我还远远算不上 凌晨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即便如此 天庭众人依旧心惊不已 纵然还没有达到至高之境 但恐怕也离至高不远了 天地 那些深渊文明的家伙该如何处置 此时 原始天君向凌晨请示道 不必理会 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凌晨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道 而等速速下去准备 准备搬运地心 前往仙路 是 天庭众人皆眼睛一亮 能够前往太抽仙界 自然是在好不过 现在当务之急 自自然施下召集令 将地心之外 所有天庭的强者 全部以最快的速度召回 不过这次地心被围 天庭的强者 基本上都在地心上面 凌晨在出手修复了地心的结界后 便开始着手搬运地心 以强悍的时间和空间法则之力 包裹整座地心 先往先路 那在地心之外的深渊文明强者 只是看着凌晨以通天手段 将地心给包住 然后宛如一尊通天巨神一般 将庞大的地心给纳入了帐中 看到这般震撼的一幕 那深渊文明的强者 脸上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简直就是神机 他们深渊文明 居然在和这等强者为敌 当真是有点自找死路了 早知如此 他们深渊文明 早该投靠天庭 如今岂不是这前往仙界的好事 也有他们的一份 凌晨大手一挥 随即便带着整颗地心 消失在了原地 已经前往了其他时空之中 天庭众人 只感觉一阵不可思议 他们只看到缥缈的线路 在视线当中快速掠过 这些原本他们根本无法跨越的天窃 此刻 却对他们根本够不成任何威胁 就像是游客一般 路经此地 走马观花 就这么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仙界 原本让凌晨走了数十年的线路 竟然只是在一个时辰之内 就让凌晨抵达了尽头 线路尽头 一片混沌 混沌之中 有着惊人的心灵之气散发而出 天庭众人皆激动无比 他们知道 这混沌的背面 恐怕便是他们的梦寐之地 太出仙界了 凌晨探出手掌 挥出一箭 斩在了混沌之上 混沌裂开 但是很快却又愈合 只是 很快却又有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渗透进来 和凌晨的力量遥相呼应 两人最终合力 在这混沌之中 开启出了一条通道 第4331章仙尊山开启 混沌通道形成 凌晨将地心搬运过去 通过这混沌通道 进入了太出仙界之中 再进入太出仙界的刹那 一众天庭天君 只感觉到前方一股极为浓郁的仙灵之气扑面而来 仿佛一瞬间 便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仅仅只是吸上一口这太出仙界中的仙灵之气 便仿佛有种脱胎换骨般的感觉 真的要飘飘欲仙了一般 而在抵达太出仙界之后 凌晨前方 便有着一道人影豁然现身 不是别人 却正是那万界城主 城主 谢了 凌晨朝着万界城主拱了拱手 脸上露出了一丝谢意 你之前可是帮了我大忙 万界城主摆了摆手 现在这点小忙 算得了什么 接下来还要麻烦前辈 凌晨笑盈盈地道 我打算将地心迁移到万界仙城之中 今后 怕是还得前辈多多照料了 无妨 万界城主笑道 我们都是外来者 今后是一条船上的人 同舟共计 你的家人便是我的家人 你的属下便是我的属下 必兴之人 日后就都交有本座来负责吧 凌晨点了点头 随即将徐若焉他们招呼而来 来 都来见过万界城主前辈 这位前辈 乃是外来者之领袖 我们外来者里面 唯一能够抗衡九大先皇的存在 参见万界城主 听得这话 天庭众人岂敢怠慢 眼前这位 就相当于是外来者皇帝般的存在 就算是凌晨都要尊称对方一生前辈 不必多礼 万界城主摆了摆手 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随我前往万界仙城吧 说吧 万界城主只是手掌一招 便带着凌晨和地心众人 前往了万界仙城 万界仙城 乃是外来者之堡垒 如今在太初仙界中站稳脚跟之后 势头正盛 不仅仅有了原先万界仙城的人马 更是多出了许多在太初仙界中的外来者加盟 如北辰元密 叶玄等外来者人杰 还有不少外来者翘楚 甚至一些十分古老的外来者势力 也都纷纷冒头 加入了万界仙城麾下 毕竟 现在的万界仙城 可是有着好几位仙皇的支持 当日在桥迁盛典上 四大仙皇联手来袭 都没能奈何得了万界仙城 这让万界仙城在太初仙界中名声大噪 那些外来者们 自然愿意找到这万界仙城作为靠山 接下来这段时间 那时皇等人 倒也并没有再向他们发难 让这太初仙界 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和平状态 不知道云昕她跟着黑苗神尊 现在如何了 凌晨皱起了眉头 夏云昕消失了已经很长时间 虽说对方有黑苗神尊护着 但是这么长时间没见 凌晨还是有点担心 你放心 黑苗神尊说了 这次仙尊山开启 必然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万界城主道 哦 灵晨眉毛一条 脸上露出了一抹亚异之色 她不知道 黑苗神尊这个所谓大大的惊喜 究竟是指她自己 还是夏云星 这个惊喜 要留到仙尊山开启的时候 那这个惊喜 恐怕不会小啊 黄石仙炎 驰黄 雷黄 燕黄和暗黄四大仙黄 其具于此 随着仙尊山的开启之日越来越近 他们 也需要开始为仙尊山之行做谋划了 想不到外来者那一群蝼蚁 居然和混沌神山 异见魔狱的家伙勾结在了一起 又不知怎么的 得到了生黄和海黄的元首 竟然壮大到能和我们抗衡的地步 四皇当中 雷黄沉声开口道 就让他们好好勾结在一起吧 我们好到时候一网打尽 省得麻烦了 燕黄冷冷道 说得没错 反正这些家伙 正好都是无量仙节计划要清除的对象 持黄两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这一次仙尊山开启 务必要将这些家伙一网打尽 永绝后患 因为凌晨现在和天邪魔黄等人 勾结在一起的缘故 他们的无量仙节计划 已是难以再继续推行 必须要将这些障碍全部扫除了 他们才能继续实施计划 无量仙节之事 就暂且往后放一放 现在当务之急 是仙尊山开启 我们当中得有一人 成为新的仙尊啊 暗黄开口说道 他的目光 随即就望向不远处的那一道血色身影 血黄 死亡仙尊大人那边是什么意思 可有透露 让我们中的谁晋升成为仙尊 一听这话 四皇的神色皆紧张了起来 他们也想知道 这仙尊之位 究竟会花落谁手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 起料 血黄却一脸荒谬地看着四人 仙尊之位 自然是有原者的知 就算是死亡仙尊 而亦无法敲定仙尊人选 只是说 死亡仙尊会扶植我们几人 至于到底谁会成为新的仙尊 就得看自己的造化了 十皇等四人文言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看来就算是死亡仙尊 也并不决定仙尊人选 如此一来 变数可就大了 不过有死亡仙尊的暗中支持 他们成就仙尊的概率应该不小 至少比起其他人要大得多 这次 他们无论如何 都要抢在他人之前 夺取仙尊山的机缘 成就仙尊 时间飞速流逝 太初仙尊之中 各方人马都在紧罗密谷地 筹备进入仙尊山之势 无论是原住民 还是外来者 都想要进入仙尊山之中 获得成就仙尊的机会 时间来到了第九年 尚未到达十年之期 忽然间 一道京世神光却从天而降 撕裂重重空间 降落在了太初仙尊之中 可怕的波动 荡漾了整片仙尊空间 最终在太初仙界之中 打开了数座入口 进入仙尊山的入口 仙尊山 提前开启了 万界仙城之中 凌晨和万界城主双双走出 望着贯穿空间的神光 眼神陡然就炙热了起来 速去通知其他人 仙尊山已经开启 我等该出发了 与此同时 万界仙城内 夜选北城元密 佛建先王等人 皆以报射而起 向着灵城和万界城主的位置聚集而来 第四千三百三十二章 冤家路寨 整个太初仙界 已是一片震动 仙尊山开启 惊动了整个太初仙界的强者 习其动身 前往仙尊山 万界仙城之中 夜选北城元密 佛建先王等人 已是悉数出现在了灵城和万界城主的面前 完成了聚集 在他们身后 还有着万界仙城中的其他仙王 除了少部分强者留守万界仙城之外 所有达到先王 拥有先王战力的强者 全都被集合到了益处 准备动身 进入仙尊山之中 没有先王战力 贸然前往仙尊山 也不过是送死而已 城主 云心他 凌晨看向了万界城主 开口询问道 下姑娘会随黑苗神尊 从其他入口直接进入仙尊山 在仙尊山内和我们会合 万界城主道 凌晨闻言 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在召集齐了人手之后 万界城主便默然一挥手 出发 紧接着 万界城主的体内 便陡然释放出一道道空间法则 将所有人的身体皆包裹在内 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先尊山的入口之一 万界城主已是带着万界仙城的众人 进入了先尊山的通道之中 漆黑的通道之内 一行人快速穿梭而过 所过之处 看到了一座座伟岸的雕塑 这些雕塑 皆蕴含着不同的高深法则 有刀 有剑 有人 有火焰 有群星 凌晨走马观花一般 看到那一座座雕塑 有着不同的法则感悟 这一路走下来 凌晨都感悟颇深 法则上得到了不少精进 经历了三天之后 一行人终于离开了通道 抵达了先尊山境内 这里只不过是先尊山的山脚 却已经能够看到先尊山的轮廓 感受到一种极其巍峨 高不可攀的气息 在那山脚之下 俨然是有着一座高大的石板 在凌晨一行人抵达之上 那石板之上 也是浮现出了一个个金灿灿的大字 先尊山开启时间为一年 此次先尊山开启 必定会诞生出一位先尊 留在先尊山 一年之内 先尊山将会降下各种机缘 有缘者的 若有人能够通过先尊山之机缘 自行突破至先尊境 则试炼提前结束 若无人能够自行突破成为先尊 则先尊山将会降下先尊领宝 若有人能够炼化这先尊领宝 也可成为新的先尊 看到石板上的大字 所有人的眼神顿时变得灼热了起来 此次先尊山开启 必会诞生一位先尊 至于这先尊名额最终会花落谁家 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上面写得很清楚 若有人得到先尊山之机缘 自行突破为先尊 那便是得到了先尊名额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只有剩下的那条路 得到先尊领宝 这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方法 而为了抢夺这一件先尊领宝 争抢这晋升成为先尊的唯一希望 恐怕不知道会有多少先王 陨落在这先尊山之中 进入先尊山的强者 最终能活下来一半就不错了 万界城主摇了摇头 仿佛已经预见到了 即将在这先尊山中 发生何等惨烈的争斗 甚至就连一半都是高估 这次先尊山混战 其结果必定十分惨烈 到现在 事关到自己能否晋升先尊 可没有谁会留守啊 所有人都会竭尽全力 各凭手段 此刻 在这先尊山的另外一处区域 血黄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抹金光 这次先尊的名额 必然是本座的 血黄的内心信心十足 因为他并没有告诉石黄等人 死亡先尊指定成为新先尊的人 就是他血黄 除他之外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 一个月后 先尊山深处 光芒万丈 一片一时空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一时空之中 释放出极为精纯的法则本源波动 一瞬间 就吸引了这先尊山中的所有强者 纷纷进入了一时空之中 在这片一时空内 各种璀璨的光团闪耀 那都是法则本源的力量 只存在于先尊山之中 是五行法则本源 一众太出仙界的先王 看到那一团团法则本源之力 两眼中皆泛起了金光 眼神皱亮了起来 法则本源之力 是晋升先尊的重要条件之一 此处 便是那先尊山所谓的契机条件了 所有人都行动了起来 万界成主已是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将一缕法则本源之力给抓在了手里 在他的手中化为了一缕淡蓝色的恐怖能量 果然是法则本源之力 万界成主面露喜色 他对自己的资质和天赋还是很有信心的 这一点 他自认为比九大先皇都要强不少 若是真能靠领悟成就先皇 万界成主有很足的信心 快去抢夺法则本源 凌晨 叶玄和北成元密等人 此刻见到这半空中的法则本源 眼神中也是涌上了一抹狂热之色 法则本源 对他们而言同样是至关重要之物 即便无法成就先尊 此物也是他们进入无量境 抗衡先皇的重要法宝 就这样 在这一时空之内 所有人都针对法则本源 展开了激烈争夺 互不相让 而凌晨 自然也是在这一时空之中 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法则本源之力 而且 是两种稀有的法则本源之力 或许因为凌晨和先尊山存在很深的渊源 凌晨表现出了极为逆天的运气 直接就遇到了两种最强的法则本源 空间法则本源 时间法则本源 这两种法则本源 无疑对他弊益巨大 若能悉数将其练化 他的实力必将大幅提升 但是 就在凌晨就要收取这两种稀有的法则本源之时 小子 这些法则本源归老夫了 一道略为熟悉的冰冷声音却漠然传来 凌晨猛然抬头 却看到一道熟悉的老者面孔 随即眼瞳猛然一缩 因为眼前这老头不是别人 却正是昔日的乱星海之主 千星先王 真是冤家路窄 是你 凌晨见识千星先王这老家伙 一双眼睛也是顿时变得阴冷了起来 第四千333章千星先王陶盾 哦 原来是你这小子 千星先王起初以为只是哪个年轻后辈 一句话喝退就算了 等他仔细一看 看清楚来人是凌晨的时候 眼中也是陡然泛起了一抹鱿鱼之色 就你这小子这三板斧居然也敢来先尊山 简直是自寻死路 在他看来就凌晨那出入先王境界的实力 来先尊山就是炮灰角色 给别人当垫脚石的 何况因为他那两个结义兄弟的事情 他可一直都没打算放过凌晨和叶玄二人 如今凌晨竟然刚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他可就不客气了 千星先王的眼中 陡然就泛起了一抹凌厉的凶光 然而凌晨看着面前的千星先王 眼中却也是泛起了一抹鸡凤之色 根本就没有丝毫具意 千星先王 你这条丧家之犬 又跑来先尊山干什么 连老巢都被原住民给一锅端了 怎么 还想来先尊山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回光返照 就算将这些法则本源都让给你又能如何 难不成 你这老软蛋 还能有胆量向那四皇叫板 凌晨料定了千星先王 是个欺软怕硬的老乌龟 对方也就敢欺负欺负他和叶玄这种外来者晚辈 要叫这老乌龟去和十皇等人叫板 那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千星先王文言 顿时脸色一沉 老夫不敢招惹四皇 难道还动不了你 眼中陡然闪过了一抹杀意 千星先王直接悍然出手 体内上一道先王法则之力运转 千星闪耀 在千星先王的催动之下 汇聚成了一柄千星之毛 向着凌晨狠狠地动穿而去 四皇中的任何一个 那都是他招惹不起的存在 他怎敢轻易去挑衅 就算对方灭了乱星海 他也的确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但是那又怎么样 放眼这太初仙界之中 谁敢得罪四皇 但他千星先王 好歹也是一尊无量镜先王 要抹杀凌晨 那还是随随便便的 千星法则长矛 以奔雷之素来到了凌晨面前 却被凌晨反手一击 打在了那千星长矛之上 顿时就将这千星长矛 给集成了粉碎 法则长矛被集碎的刹那 千星先王的身体 便轰然倒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随即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堂堂无量镜先王 居然让凌晨给一招击败 这小子 不是才出入先王之境吗 千星先王的眼中 只是闪烁着浓浓的荒谬 千星先王 我知道你一直想杀我 今日便在此做一个了结吧 凌晨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抹金光 随即手掌一握 十八柄仙剑便已剑阵 遮住了千星先王 封锁住了千星先王的所有退路 一道道剑王 仿佛顿时就洞穿了时间和空间 向着千星先王暴杀而去 不好 千星先王暗叫不妙 他连忙撑起一道星光结界 封锁住周身虚空 眼中露出了一抹金句之色 凌晨现在的实力 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 果不其然 在千星先王那震惊的视线当中 凌晨的一道道剑王 很快就洞穿了那一道星光结界 然后悉数射在了千星先王的身体之上 伴随着一声声犀利的惨叫 千星先王的身体 直接就被洞穿出了数十个窟窿 一瞬间 他的身体 就仿佛被凌晨给打穿了一般 千疮百孔 仅仅是一级交手 便高下立判 千星先王拥有无量进修为 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被击垮 但他却已经肝胆剧烈 虽然还不足以致命 但是凌晨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足以让他惊骇 千星先王 看来你真是越修炼越回去了 就你现在那点实力 还想寄予先尊之位 凌晨封锁住千星先王的所有退路 手掌一招 无数剑王便从再度360度笼罩而下 要当场动杀千星先王 将千星先王给活生生地变成了一只刺猬 千星先王虽然一时半会难以被杀死 但是被凌晨给打成这副模样 根本没脾气 他也明白 再这么下去他怕是凶多吉少 这凌晨已非当日无下阿蒙 对方已经有威胁他的实力 小子 让你的意义时又如何 叫到最后的人一定是老夫 千星先王眼神陡然阴沉 在笃定了念头要日后报仇后 千星先王终于是奋力打出一击 以权力一招打在了那剑阵之上 终于是将剑阵给撕裂出了一道口子 而他本人则是急忙施展顿术 从缺口逃顿而出 化为一道红光远顿而去 果然还是老乌龟秉性 凌晨摇了摇头 千星先王根本不敢和他学拼 见是不妙没有任何犹豫 便直接跑路了 就连这时间和空间两种稀有的法则本源 都直接不要了 不过灵晨导也没有穷追 一位无量境先王 他现在还并没有必杀之把握 若是将这千星先王给逼急了 就算是杀了这老乌龟 他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将此人逼退 已经足以 若能得先尊山之机缘 日后要杀这千星先王 不过是举手之劳 凌晨身形一动 便来到了那时间和空间两种法则本源面前 没有丝毫客气 便将这两种法则本源纳为己用 开始全力炼化了起来 有了两种稀有的法则本源作为催化剂 凌晨体内的先王法则 也是顿时活跃了起来 以惊人的速度暴增 对于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的掌握 达到一种全新的地步 更上一层楼 而在这片一时空之中 大部分人都有着自己的机缘 只不过机缘有大小之分 像凌晨这种 已经属于是天大的机缘了 只不过 这却依旧不是属于先尊的那份机缘 就算凌晨将这两道法则本源全部炼化 凌晨也无法紧靠这些 便成就先尊之位 而就在所有人 都在这先尊山之中 寻找着机缘的时候 在这先尊山的一处角落中 夏云星和黑苗神尊 却也是进入了这先尊山之中 然而他们却并没有进入那一片一时空中 而是来到了一条山道之前 第4334章林宝出世 山道之上 仙物弥漫 当然 更棘手的还是和这仙物并存的仙道禁制 这是先尊山的禁制 岂是一般人能够解开的 而且有先道禁制在此 说明这禁制区域 并非先尊山的开放区域 外来之人自然不可能进得去 但是 黑苗神尊却特意将夏云星给带了过来 神尊 此地并非先尊山开放区域 我们恐怕进不去吧 夏云星看向了一旁的黑苗神尊 别人进不去 你却未必 黑苗神尊摇了摇头 这是属于你的地盘 属于我的地盘 夏云星一头雾水 你继续往前走 看禁制会不会松动 黑苗神尊道 夏云星虽然并不知道 黑苗神尊的用意 但他相信对方不会害他 还是一步步地向着禁制区域走去 不过他不认为 这仙尊山的禁制 会因为他而发生什么变化 然而 下一刻 连他都感到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前方的禁制 竟然自动消失 就连那山道上弥漫的一团团鲜物 都悉数消失不见 竟是给两人让出了一条路出来 黑苗神尊的眼睛漠然一亮 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诧之色 看来本尊的猜测是对的 黑苗神尊的脸上 陡然露出了一抹喜色 他之前不过是根据一系列迹象 猜测夏云星和仙尊山之间有莫大关联 但这一切都是猜测 到如今 黑苗神尊方才可以真正确定 心中的猜想 他和夏云星两人 直接进入了这仙尊山的禁区之中 那山道的尽头 俨然是一座古老的仙殿 在抵达这一座仙殿的刹那 夏云星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惊讶之色 因为 从这一座仙殿上面 他感觉到了一种熟悉之感 这里 似乎曾经是他熟悉的地方 到此地 就像是一个迷失在外的游子 回到了自己的源头一般 而在此同时 整座仙殿 也是陡然震战了起来 无数仙王闪耀 法则本源绽放 仿佛在供应主人的回归 此时的凌晨 已经炼化了两种法则本源之力 将提升的仙王法则 增加到了五百万道 实力可谓大增 但对于现在的凌晨而言 这种法则数量上的提升 却已经难以再对他的实力 再造成值的飞跃 现在的凌晨 体内已经拥有法则本源 除非他能够直接进入无量镜 否则如今对于凌晨的实力提升 都不算大 和凌晨一样 其他进入仙尊山中的高手 也都纷纷正在寻找先缘 寻找提升实力的机会 毕竟 仙尊的名额就那么一个 而此次进入仙尊山中的高手 只怕有着上千之数 多少平时隐而不出的仙王古董 都纷纷出世 就为了这仙尊山中的机缘 这么多的强者 哪能个个都成为仙尊 更多的人 还是就想着能够在这仙尊山中 得到一些好处 将自身的实力提升各几城 便心满意足了 实力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想要提升已经很不容易 哪怕只是提升那么一点点 在外界 那也是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的 但是在这仙尊山之中 很可能只是运气稍微好点 请可兼便可省去万年苦修 比起晋升为仙尊 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更靠谱一些 就在这时 从仙尊山的核心之地 一道耀眼的光芒陡然升腾而起 来自于那仙尊山最深处 那一道光芒的本体 强悍无匹 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所有人都心惊不已 将所有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 使仙尊灵宝 如此强大的一股气息 让绝大多数仙王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眼睛漠然亮起 而后向着那一道光芒暴冲而去 上百道人影 同时冲向了那一道光芒 众仙皇之中 风皇的动作最快 身负风源灵珠 她的速度快得惊人 成为了第一个抓住光芒的人 光芒入了风皇之手 化为了一叶金卷 在看到手中金卷的刹那 风皇的脸上也是陡然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这东西即便不是仙尊灵宝 也极有可能是仙尊灵宝的线索 然而还没等风皇窃喜 便感觉到周身的空间突然变得犹如泥沼一般 将她的身体给束缚得死死的 纵然她有风源灵珠 也根本快不起来 不对 这不是空间的力量 而是时间法则之力 风皇咬了咬牙 这种控制时间领域的人 只有一个那就是混沌神山的时间神皇 风之化身 风皇喜慧甘心就这么乖乖让出宝物 她的肉身便幻化出了一道道风影出来 足有上万道分身 虽说大部分都被时间领域给拦截了下来 但却还有许多风影分身 冲出了时间领域 想要向着四面八方逃窜 风皇这是在赌 赌只要有一句分身逃出了这座时间领域 那这一张金卷可就是她的了 只可惜 她还是低估了其他先皇对于这张金卷的渴望 她的那些分身门 才刚刚窜出时间领域 就被一众先皇给出手全部抹杀 风皇的本体 很快就被逼了出来 本体暴露 风皇的脸色大变 瞬间几时双眼睛盯着自己 让她这位先皇 都感到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即便是身为九大先皇之一 风皇也不敢应接这么多先皇的怒火 想要逞强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惨败 就算不死 也会被打残 最终和这些尊之位彻底无缘 无奈之下 她只能施展神通 主动将手中的金卷打了出去 金卷顿时化为了一道金色光束 被风之法则给包裹着 向着远处的虚空暴视而去 而在风皇将金卷打出的刹那 其他强者 如时间神皇 雷皇 金赤族皇等先皇级别的大人物 也都纷纷各式手段 想要抢夺宝物 一时间 各种法则神通 纷纷呈现而出 时空空间 雷霆 各种法则被先皇门阶演绎到了极致 为了抢夺这一次先尊领宝的金卷 没有任何人留守 所有人都全力以赴 若不是这里是先尊山 即便是以先皇门的破坏力 也都损毁不了此地分毫 早就天崩地裂 变成一片废墟残骸了 第4335章黑衣青年 还真是神仙打架 不远处的凌晨 将众多先皇之间的对战看在眼里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感慨之色 不过 他也只是充当一个观战者 并没有要介入其中的打算 这可是先尊领宝 凌晨 你就没有一点兴趣 一旁的北辰圆密 脸上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 这么多先皇在争抢 此时上前 无异于送死 凌晨摇了摇头 这么多的先皇都在抢夥着先尊领宝 以他们的实力 即便是能与其中那么一两个抗衡 但是想要在这么多先皇的手中 抢夺这一张金卷 难度何其之大 何况 我倒是更相信机缘之说 若是和这先尊领宝无缘 再抢夺也是无用 凌晨接着说道 说不定先尊山早已指定了候选人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然而 北辰圆密却对凌晨的说法嗤之以鼻 道 照你这么说 那大家干脆别抢了 直接躺平得了 还有必要为了争夺这玩意大打出手吗 或许 这只是一个局 凌晨似乎已经看到了一切一样 我们都是局中人 只有设局之人 才知道这先尊山试炼 究竟会是怎样的走向 怎样的结果 在凌晨看来 先尊山终究是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先尊主导着 这次要挑选新的先尊 恐怕 先尊们的意志 也将是会起来决定性的后果 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非要去碰碰运气 北辰圆密的美眸中 陡然泛起了一抹金光 随即看向了一旁的叶璇 叶璇 你合不和我一起 是事就是事 叶璇点了点头 既然来都来了 总不能在此处当个观众 万一有机会 岂不是坐师良机了 那你们小心 安全第一 凌晨并未阻止二人 而是任由他们前往争夺 叶璇和北辰圆密 虽然实力不如那些个先皇 但却未必就没机会 因为在场的先皇太多了 凌晨这边 和生皇 金赤族皇 天邪魔皇室盟友 他们的联盟实力强大 足以和那四皇的联盟分庭抗礼 望着眼前已经为那一张金卷斗成一篇的众人 凌晨却没有继续待多久 便转身离开了去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他的机缘 不在这金卷上面 没有理会众人的争夺 凌晨来到了一座 仙物笼罩的静置区域 即便是以凌晨的眼力 都无法看破眼前的静置区域 看不清楚那仙物之中 究竟是何场景 此等仙尊山未曾开放的境遇 恐怕不是他能够随便闯的 但是正当凌晨打算离开之时 前方的静置却突然波动了起来 仿佛海浪一般 向着两边分开 而后出现了一个漩涡 将凌晨的身体给吸扯了进去 下一刻 凌晨便发现自己 出现在了一片宛如混沌般的空间中 打亮着周围的环境 凌晨脸色的表情十分讶异 他显然是没想到 在这仙尊山的深处 居然还有这么一片空间存在 前方那一片混沌之中 仿佛有着一轮七彩烈日闪耀 闪烁着惊人的光辉 从这一团烈日般的光芒之中 凌晨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感应 让凌晨有种一跃而入 将身体融入那一轮七彩烈日中的冲动 那是什么 凌晨心中有着浓浓的疑问 为何他和这一轮烈羊之间 会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 可就在凌晨打算要一探究镜的时候 那一团七彩烈羊 却忽然消失了 在这七彩烈羊消失之后 下一刻出现在凌晨面前的 是一名眼神冷酷的黑衣青年 浑身上下 释放出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仿佛仅仅是和他对视一眼 便会被拽入无穷的黑暗之中 堕入死亡的深渊 遭到毁灭的命运 死无葬身之地 好可怕的人物 凌晨只感觉浑身上下都泛起了一阵冰冷 感觉身体像是堕入了冰窟中一般 你回来了 黑衣青年只是打亮了凌晨一眼 拳击脸上便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但凌晨却感到一头雾水 看这架势 好似这黑衣青年认识他很久了一样 然而他却压根不认识对方 阁下是什么人 凌晨神情戒备 我 黑衣青年笑了笑 我是这里的临时管家 临时管家 凌晨面露诧异之色 在这仙尊山中 哪怕只是一位管家 实力恐怕也相当了不得吧 至少 得是黑苗神尊那个级别的强者 和黑衣青年聊了几句 凌晨方才从对方口中得知 黑衣青年是这仙尊山中诞生出来的仙天神灵 在仙尊山之内 除了仙尊之外 还有打量的仙天神灵 这些仙天神灵 或许没有经历过什么战斗 但却仙天极为强大 被仙尊山中的仙尊 任命各种各样的职务 在仙尊山中 充当着不同的角色 干着各色各样的活儿 像眼前这位黑衣青年 便是其中之一 阁下为何要和我说 我回来了 凌晨有些不解的看着黑衣青年 阁下 很像是我认识的一位原朋友 黑衣青年笑着摇了摇头 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 原来是认错了 不过这黑衣青年的朋友 想来也是这仙尊山之中的仙天神灵 这也引起了凌晨的一丝怀疑 难不成 他的本体 也是这仙尊山之中的一位仙天神灵麻 凌晨导演没有过分纠结于此事 那阁下 可知道刚才那东西是什么 他还是对方采纳一轮七彩猎羊的来路 很感兴趣 七彩猎羊 黑衣青年却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何来七彩猎羊 我守护此处很多年了 并未有见过这种奇异之像 没有 这下轮到凌晨猛了 连黑衣青年这一尊仙天神灵 都不知道七彩猎羊 难道方才那一轮七彩猎羊 仅是他一个人能看见不成 正当凌晨疑惑之际 黑衣青年却笑眯眯地开口道 如今外面都在为那仙尊灵宝 死神经眷 为何你却好像对此物丝毫不感兴趣 难道 你不想成为仙尊吗 第四千三百三十六张本源经眷 此神经眷 凌晨唯唯一愣 那还真是一件仙尊灵宝 其实他之所以没出手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那一张金色神卷 并非真的是仙尊灵宝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金色神卷 居然还真是一件仙尊灵宝 当然 你没看仙尊山的开启规则吗 黑衣青年一脸一色地看着凌晨 若无人能够通过自身能力成就仙尊 仙尊山便会降下仙尊灵宝 得仙尊灵宝者 便可成为新的仙尊 死神经眷 虽然不是完整的仙尊灵宝 但却好歹也是仙尊灵宝的一部分 谁能得到死神经眷 便可占的先机 得到完整的仙尊灵宝 机会就会很大 凌晨却依旧摇了摇头 争夺仙尊灵宝的强者太多 我就算出手也不会有太大机会 何况新的仙尊人选 恐怕早就已经内定了吧 凌晨试探性的问道 内定倒不至于 黑衣青年摇了摇头 只不过 各位仙尊都有自己青睐的人选 生命仙尊青睐于身皇 死亡仙尊青睐于血皇 喜悦仙尊青睐于时间神皇 他们很有可能会暗中出手 帮助自己看好的人选 那岂不就是内定了 凌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些仙尊如果暗中出手 那其他人还玩个屁 根本不可能会有机会 仙尊们已经约定好了 所有人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黑衣青年到 所以这次仙尊灵宝的归属 依旧是扑朔迷离 露死谁手 尚未可知 让他们逗去吧 反正和我没关系 凌晨贪了贪手 我可没有任何仙尊青睐 不如靠自己 在这仙尊山中到处转转 看能不能找到 自行突破的契机 有志气 黑衣青年点了点头 你能进来这里 本身就说明 你和仙尊山渊源不浅 在这仙尊山中到处转转 说不定能有什么意外发现 不过 你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不要到处乱闯 万一打扰到仙尊门的清修 说不定会有不小的麻烦 多谢提醒 凌晨深以为然 要是让那些仙尊门知道 他闯入了禁区之中 是仙尊山静置为无物 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他 万一你要真的是 仙尊山的先天神灵 但你回归仙尊山之后 咱们还可以做朋友 黑衣青年的表情 似乎相当诚挚 那是一定 凌晨点了点头 随即只见的这黑衣青年 便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凌晨也并未在此第九代 便前往其他地方去了 而在凌晨离开的下一刻 那黑衣青年 却又去而复返 出现在了这片混沌空间之中 望着凌晨消失的方向 黑衣青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有意思啊 看来这一次 将会有好几位熟人 回归仙尊山了啊 然而 此刻的外界 各方强者 在那死神精卷的争夺上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已经有接近十位先王 死在了这一场争夺当中 生死盗销 至于先王 都是太出仙界中的大人物 哪能那么容易陨落 加上本身也小心翼翼 目前倒是没有哪一位先王陨落 但是 也已经有数位先王重伤 被迫退出战圈 就在这时 仙尊山的极深处 又有一道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 直冲天穷 但与第一张金卷不同 这一次从那光柱中释放出来的气息 却蕴含着一股浓烈的生命波动 怎么回事 所有人皆抬起头 目光望向了那天空中的金色光柱 明明已经有了一件先尊领宝出世 居然又出现了一件 有没有可能 这些都不是先尊领宝 只不过是先尊领宝的碎片 或者线索 这句话 顿时提醒了其他人 是啊 先尊领宝未必只有一件 事关成就先尊的名额 这完整的先尊领宝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他们得到 这东西 必定也是事关先尊领宝的宝物 一时之间 顿时便分出了数十位强者 反身朝着那充满生命波动的光芒而去 要抢夺这第二张出现的金卷 但是 就在这第二张金卷出现的几乎同时 在这先尊山的东西南北各个方位 竟是几乎在同一时间 出现了一道冲天光柱 皆有着一股先尊领宝的气息孕育而出 这么多先尊领宝的气息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众人的眼神皆变幻不定 这么多的先尊领宝相继出世 但真正的先尊领宝 肯定只有一件 可现在这些金卷上面 却都有先尊领宝的气息 难道 是先尊山为了混淆视听 才故意弄了这么多金卷出来 目的就是为了扰乱他们的视线 让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先尊领宝 可恶 不管哪个是真的 都要先抢到手再说 时间神皇 凤皇 金赤族皇等众强者不再只是针对那一张死神金卷 而是分别向着其他各处的光柱报射而去 开始抢驳其他金卷 他们很快就都夺到了一张金卷 发现这些金卷皆蕴藏着一股惊人的法则本源之力 而且 皆不相同 有光明法则本源 有黑暗法则本源 有时间法则本源 有空间法则本源 有混沌法则本源 却黄手握死神金卷 望着这先尊山上空 仿佛遍地开花一般的先尊领宝 脸上却露出了一抹阴沉之色 他本以为 死神金卷到手 他这先尊的位置也就自然而然地稳了 却万万没想到 这先尊山之中 竟然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就冒出了这么多的先尊领宝 岂不是要让他晋升先尊的机会 大大降低 死亡先尊大人 您也该出手帮我一把了吧 却黄认为 光凭他手中的死神金卷 恐怕根本就不足以晋升先尊 必须要得到其他人手中的金卷 恐怕才满足晋升先尊的条件 望着那先尊山各处闪耀的神光 却黄的眼神闪烁不定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 却毫无征兆地从先尊山深处出现 一把拍在了那些精卷的持有者身上 一瞬之间 就将时间神皇和封皇两人给阵飞了出去 夺取了两人手中的时间神卷和空间神卷 第4337章先尊出手 什么时间神皇和封皇两位先皇 只是一击就被击飞了出去 口中鲜血狂喷而出 眼中满是骇然之色 显然没有想到 对手居然一击就击败了他们二人 夺走了他们手上的金卷 能够拥有这等实力的 只有先尊 是死亡先尊 倒退了数十万里之后 时间神皇的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 猜出了那出手之人的身份 死亡先尊 出手了 黑色大手一击 便夺取了两张金卷 而这两张金卷 眨眼便随黑色大手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却黄眼睛一亮 死亡先尊出手 不为别人 正是为他出手 他立即纵身 退到了无人之处 等待着接受死亡先尊所馈赠的这两张金卷 但就在此时 那两张金卷 却突然遭人半路截胡 又是一只充满了生命波动的大手袭来 和那一只死亡黑色大手重重碰撞 声声地从那黑色死亡大手的手里 抢走了一张金卷 可恶的生命先尊 看到本该属于自己的金卷不一而非 却黄气得几欲吐血 方才那只生机大手的主人 毫无疑问 就是先尊山的生命先尊 死亡先尊在为他出手的同时 这生命先尊 也在为他所选中的身皇 争取机会 多管闲事 现在可是死亡先尊大人的轮值旗 这生命先尊 竟也插手此事 却黄心里那叫一个恨 有死亡先尊出手相助 他成为先尊本是十拿九稳之士 但现在其他先尊也介入的话 那结果可就寻了 嗡嗡嗡 可就在这时 先尊山中再起暴动 一只只大手 相继从虚空中探出 直接插手 掠夺那一道道金卷 显而易见 不仅仅是生命先尊 还有其他几位先尊 光明先尊 黑暗先尊 喜元先尊 皆纷纷出手 要扶植自己所看重之人 一时间 整个先尊山的局势 都变得极为错纵复杂起来 就算是得到了先尊出手帮助的那几位先皇 也没什么必胜的把握 成就先尊的机会 也都变得扑朔迷离 不过 先尊们也都仅仅出手了一次 便纷纷退场 不再插手金卷之争 这是先尊山的规矩 哪怕是先尊也不能违背 但是被先尊们这么一出手缴获 基本上局面已经定下来了 雀皇 升皇 时间神皇等人 皆手握金卷 僵持不下 这几位先皇本来实力就不俗 而且还有强大的盟友 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 其他人想要从他们手中抢夺金卷 那基本是痴人说梦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看来凌晨说得很对啊 先尊山的水果然很深 这先尊名额 和我们的关系不大 看来我们的机会是相当渺茫了 看到这一幕 北辰圆密有点绝望 这么多的先尊纷纷出手 扶植自己所看中的先皇 让他心里那点侥幸 心里彻底破灭 他们这些人完全就是来陪跑的了 一旁的叶玄点了点头 即便是很不甘心 但也不得不认命 要和这么多大老争东西 甚至想要糊口夺食 基本不可能 可就在这时 那先尊山的天穷之上 那众多的金卷 皆突然产生了异变 一道道金卷 竟是彼此之间 仿佛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般 强行吸附到了一起 竟是挣脱了各自的持有者 然后以惊人的速度 具到了一处 所有的金卷 竟是汇聚成了一本金灿灿的神典 神典之上 释放出了极其耀眼的光辉 波动剧烈 这一次 终于是散发出了完整的先尊领宝波动 这一本神典 才是真正的先尊领宝 所有人望着这一本先芒四射的神典 脸上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忙活了半天 金卷居然全部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重新汇聚成了一本神典 起飞前功尽弃 之前各大先尊的元首 无疑是在这顷刻之间 全部打了水漂了 但是 神典出世 众人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 顿时一个个都争先暴掠了出去 冲向了那一本神典 为神典而大打出手 此刻在那先尊山深处 凌晨在这静置区域之中 却行动自如 根本不受任何束缚 便来到了那先尊山深处 在这先尊山深处 凌晨已是在这先尊山之内 大致环游了一圈 他的实力 也在这般环游的同时 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不过凌晨的主要目的 并非是提升实力 他还是想找到那一道仿佛和自己渊源颇深的七彩猎羊 只是很遗憾的是 他这一番寻找 却并没有任何的结果 并没有再看到那一轮七彩猎羊的踪影 然而 就在他正打算撤离此处的时候 忽然间 前方不远处的虚空传来了震动 凌晨一眼望去 那一股强大的波动 似乎让他有种熟悉的感觉 随即身形一闪 向着前方暴略而去 稍后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座唯恶的古老仙殿 充满着裁决和真理的气息 仙殿之外 一道熟悉的人影矗立 却正是那黑苗神尊 凌晨 黑苗神尊起初还以为是有人入侵 一脸警惕 等他看清楚凌晨的真面目后 神色却陡然一片恶然 显然怎么也没想到 凌晨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黑苗神尊 凌晨同样惊讶莫名 黑苗神尊怎么会出现在这仙尊山深处 这里可是静置区域啊 难不成黑苗神尊 这一位来自于仙尊山的强者 竟然也能够在这仙尊山的境遇之中 来去自如 凌晨 想不到你居然也能出入这法则境遇当中 不可思议 黑苗神尊一脸震惊地看着凌晨 就算是他被驱逐出仙尊山之后 也失去了出入仙尊山的自由 凌晨根本就不是仙尊山之人 居然能做得到 我也不知道 算是误打误撞吧 凌晨贪了贪手 笑着道 前辈为何在此 凌晨神色差异地问道 本座 是随你媳妇云新姑娘 一起进入的此地 黑苗神尊一脸古怪地看着凌晨 他现在就在这座古殿之中 我媳妇 凌晨一脸愕然 第4338章真理仙尊 然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前方的古老仙殿中 却陡然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波动 一道惊人的光柱 冲天而起 那是一种不朽的波动 蕴含着一股浩瀚的真理气息 下一煞 一道窈窕无比的身影 便从那股老仙殿中冲了出来 出现在了那半空之中 正是夏云星 不过此时的夏云星 身体表面却弥漫着一股可怕的法则本源气息 比起外界那些精卷的气息 还要强横得多 此等气息 比起先尊灵宝更胜一筹 这是先尊的气息 云星的身上 为何会有先尊的气息 凌晨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恶然之色 难道说 夏云星已经得到了完整的先尊灵宝 有没有可能 他本身就是一位先尊呢 黑苗神尊双手抱在胸前 静静地看着凌晨 本身就是一位先尊 凌晨愣住了 拳击眼神之中 立即涌上了不可思议 本座怀疑 他是真理先尊的一句化身 望着眼前气息正在蜕变的夏云星 飞苗神尊的眼中 陡然泛起了一丝丝的凝重 本座曾经在这先尊山之中 有幸见过真理先尊一次 后来再见到夏云星小姑娘 便觉得他们的气息 有着一丝的相似 本座这才带他前来先尊山之中 就是为了验证我的猜想 现在看来 本座的猜测是对的 夏姑娘 的确和真理先尊有着莫大的渊源 真理先尊 此刻凌晨的心情 真的可以用惊涛骇浪来形容 夏云星 竟然可能真是真理先尊 先尊山之中 唯一一位外来者噤声的先尊 他本来以为 自己才可能是某位先尊转世 却没想到 自己的老婆才是 此刻 夏云星身上的法则本源气息 已是浓烈到了极致 开始散发出了恐怖的神威 他睁开了眼睛 眼神一片淡金 身穿金色裙袍 神色淡漠 一言不发 但一举一动 却仿佛掌握了这世间的真理 让凡人产生一种错觉 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 根本不需要多考虑 他就是这世间的女王 仙界的女尊 参见真理先尊 看到散发出金色光芒的夏云星 黑苗神尊立即面色一喜 脸上随即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跪在了夏云星的面前 参拜行礼 然而 此刻凌晨却有点无所适从了 夏云星此刻成为了真理先尊 他是拜还是不拜 大胆凌晨 见到本先尊 为何不跪 就在凌晨还在犹豫的时候 夏云星那略为冰冷的声音 陡然传了过来 一旁的黑苗神尊却一脸幸灾乐祸 那表情仿佛在说 凌晨小友 今后你这夫刚难振 家庭地位怕是堪忧了啊 凌晨无奈 不过正当他打算参拜之时 却被一只白皙的御手给拦住 凌晨恶然抬头 却见夏云星那张神圣的面庞上 却带着一丝俏皮 给你开玩笑的 我怎么舍得 让我亲爱的相公给我下跪呢 随即 他看向了黑苗神尊 前辈 你也起来吧 前辈不敢当 黑苗神尊也不敢太过随意 仙尊大人 以后称呼我一生老黑就行了 他本就只是这仙尊山中的一头仙天神灵 虽然属于仙尊山 但却只是仙尊山的仆人 只是因为得罪了黑暗仙尊 才被逐出了仙尊山 但即便如此 黑苗神尊对于仙尊山上的众仙尊 还是发自心底的畏惧 老黑 凌晨听到黑苗神尊给自己起的小名 显些笑出声来 这小名起的也太草率了点吧 听起来像是小混混的名字 要是被外面的那些仙界巨博们知道 黑苗神尊竟然让别人叫自己老黑 会不会惊掉大牙 媳妇 你怎么会成了真理仙尊 这时候凌晨回归头来看向了夏云星 此刻她的心中满是疑惑 夏云星怎会是真理仙尊这种大人物 我也记不太清楚 当初是怎么离开了仙尊山 好像 我是跟着什么东西一起离开的 夏云星似乎在努力回想着什么 但很可惜 她才刚刚恢复真理仙尊的真身 似乎并不能很清晰地记起以前的事情 又或者说这段记忆被什么外力给刻意模糊了 算了 记不清就别想了 凌晨摆了摆手 反正是我转了 娶了一个仙尊老婆 然而一旁的黑苗神尊却笑着摇了摇头 李能轻易地进入仙尊山的法则境遇中 却又岂会是普通人 李恐怕也是仙尊山议员 凌晨文言不由摸起了下巴 之前她便是和仙尊山发生了共鸣 这才让她实力大净 拥有了教板先皇的实力 要说她和仙尊山没有任何关联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难道她真的也属于仙尊山 就在凌晨诧异之时 从仙尊山的外界 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波动 三人皆向着仙尊山周边看去 那里 一道道夺目的神光街汇聚到了一起 一张张经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竟是组合成了一本神典 是创世神典 仙尊领宝 夏云新认出了这本神典的来历 看来新的仙尊 即将要诞生了 凌晨心中微微一动 得仙尊领宝者 可成为新的仙尊 如今仙尊领宝已经现世 谁能将其夺取 便就是新的仙尊人选了 各方仙尊皆已经出手过一次 如今这神典最后会落入谁手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黑苗神尊道 凌晨点了点头 每一位仙尊 都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扶植自己人上位 但是 机会也只有一次 不能再出手第二次 等一等 凌晨忽然眼睛一亮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每一位仙尊 都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这是仙尊山的规则 那是不是意味着 云新这一位真理仙尊 也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理论上来说 是这样 夏云新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了凌晨 需要我出手 帮你将这创世神典夺过来吗 第4339章创世神典 选法仙尊 不是帮我 凌晨摇了摇头 我不需要这东西 夏云新一脸惊讶 此物可是是官道先尊名额 你不需要 我有预感 我成就先尊的机缘 并不是这一本创世神典 而是另有他物 那你的意思 是要让这创世神典 归于何人 夏云新问道 当然是和我们结盟的那几人 凌晨道 最好是外来者 万界成主 叶玄 北陈元密这几人都行 夏云新针了针手 随即便再无犹豫 手掌默然叹了出去 去空剧烈战动了起来 此刻 在那仙尊山周边 众人还在为了这创世神典 而展开激斗 各大先皇 谁也不服谁 不会让对手轻易得到创世神典 反倒是实力尚未达到先皇层次的众先王 没有介入到这场争夺之中 反而在元楚就这么旁观着 因为即便是出手 他们和那十几位先皇相争 机会而已是渺茫之急 所以 他们干脆不再出手争夺 白费力气了 可是 就在一众先皇都证为这一本创世神典而争的不可开交之时 元楚的虚空 却突然出现了一只大手 带着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 一把将那一本创世神典给抓在了手里 什么 这只突如其来的大手 让一众先皇皆大吃了一惊 所有的先尊 不都已经出手过一遍了吗 怎么眼下又出现了先尊的力量 难道是有先尊打破规矩了 不可能 这是一股陌生的气息 不同于方才出手的那几位先尊 怎会如此 究竟是哪位先尊 一时之间 整片先尊山的众多强者 都陷入了混乱之中 突如其来的先尊出手 打乱了场面 这一只先尊大手 在取得创世神典后 便陡然将这创世神典 给打向了万界城主 叶玄和北城园密等外来者 看着这创世神典 突然被那一道先尊大手给送了过来 万界城主等人皆是蒙的 直到这创世神典到了他们的面前 他们方才反应了过来 下一刻 眼中 便陡然涌上了一抹狂热 真是天上掉线柄了 他们这些外来者 竟然也有先尊帮他们 见鬼了 一时间 万界城主 叶玄和北城园密等人 便皆要出手抢夺这一本创世神典 但是 那创世神典 却直接飞到了其中一人面前 被他轻易地收入囊中 却是叶玄 叶玄 你 万界城主和北城园密接一脸惊讶地看着叶玄 皆愣在了原地 显然没想到 这创世神典 居然自主选择了叶玄 叶玄本人 更是震惊莫名 但在创世神典到手的那一刻 他自然也是极度兴奋 身体忍不住站抖了起来 这仙尊领宝 最终竟是落入他手了 但是在场的众仙皇们 却一个个眼神阴沉 仿佛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他们争得头破血流 面红耳赤 却没想到到头来 这仙尊领宝 居然便宜了一个仙王小子 这他妈能忍 只不过 就在这一众仙皇虎视眈眈 那欲要吃人的目光 皆聚焦在了叶玄身上的时候 叶玄手中的创世神典 却绽放出了惊人的光芒 竟是一点一点地 融入了他的身体当中 还没等得仙仙皇出手 这一本创世神典 就完全消失在了叶玄的手中 彻底融入了他的身体之内 不 看到这一幕 仙仙皇皆发出不甘心的哀嚎 而叶玄的身体 则在融入了创世神典之后 开始发生蜕变 一种恐怖的法则本源波动 从他的体内散发而出 通隆隆 与此同时 整座仙尊山都在阵战 一道道法则境遇开启 释放出道道神光 接投射在了叶玄的身体之上 让叶玄的气息极具攀升 无量仙王 仙皇 仙尊 无数人眼珠子红的飙穴 眼睁睁地看着成就仙尊的机会 就落在了一个矛头小子的身上 神色极其不甘 为什么 居然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 而是一个唯不足道的外来者仙王 没想到 这次仙尊山开启 最大的赢家居然是叶小兄弟 看着气息快速蜕变的叶玄 万界城主一脸感慨 叶玄这小子 这下要牛大发了 北城圆密羡慕不已 不过他也由中帝为叶玄感到高兴 毕竟叶玄得到了这天大的好处 成为了仙尊 总比那些原住民先皇们得了去强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这小子 雀皇 暗皇和时间神皇等人 眼中闪烁着浓浓的妒忌之意 他们才是仙尊所看中的候选人啊 结果到头来 竟然被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子给截胡了 简直就是在狠狠地扇他们的脸 如如果不是因为此刻的叶玄 周围有着一层仙尊山的神光庇佑 他们早就已经冲上去 将叶玄给干掉 将创世神典给夺过来了 想不到这创世神典 最终选择的人是叶前辈 此刻 身在真理仙殿中的凌晨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一色 不是创世神典选了他 而是仙尊山的意志选择了他 夏云心摇了摇头 所有仙尊都已结束出手 这个时候 仙尊山的意志 将会决定仙尊的最后人选 仙尊山的意志 凌晨愈发诧异 仙尊山的意志 为何会选择叶玄这个外来者 这就更让人纳闷了 倒是他本人 在这一众外来者盟友当中 更倾向于让叶玄成就仙尊 但他总不可能代表得了整个仙尊山的意志吧 但是 就在这时 叶玄的身体也是停止了蜕变 此时的他 气息已是趋于稳定 弥漫着一股至高无上的波动 体内散发出一种玄之右玄的法则气息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 所有人都明白 现在的叶玄 已经真正意义上成就仙尊了 或许还未彻底练化创世神典的力量 但对他们这些人而言 已经是近乎无敌的存在了 绝大多数人心中 街舞未杂产起来 可就在这时候 一道爽朗的声音 却陡然从仙尊山深处传了过来 恭喜玄法仙尊 众人那一道道目光皆寻声望去 只见得从那仙尊山深处 陡然出现了一条空间通道 空间通道内 赫然有三道人引缓步走出 正是从真理仙殿中走出来的凌晨三人 第4340章死亡仙尊现身 凌晨 看着从仙尊山深处走出来的凌晨三人 那一众仙皇的脸上 也是陡然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这三人 怎么会从仙尊山深处的禁区中走出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凌晨 叶玄的脸上陡然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拳击带着万界城主和北城园密等人 朝着凌晨三人走了过去 你们怎会从仙尊山内部走出 万界城主和北城园密等人 借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凌晨三人 这 都是云星的功劳 凌晨似笑非笑地看着夏云星 其实就算没有夏云星 他也依旧能够随意进出仙尊山 只是他并不想曝露这一层 哦 众人的目光忍不住落到了夏云星的身上 但是下一刻 叶玄的脸色漠然巨变 其他人看不出来 但是他却一眼就能看出 此刻的夏云星已是仙尊境界 而且气息比他这个刚刚晋升的玄法仙尊 还要浑厚得多 而且这股气息当中 蕴含着一丝真理的气息 真理仙尊 叶玄的嘴里脱口而出 放眼整个仙尊山之中 也唯有那一位真理仙尊 身上会有着如此厚重的真理法则波动了 真理仙尊 这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了 目光皆落在了夏云星的身上 直到此刻 他们才发现 夏云星竟然是一位仙尊 这小女子竟是真理仙尊 一时间认识夏云星的 和不认识夏云星的人都蒙了 小小一个外来者女子 怎会和强大的真理仙尊沾上关系 特别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原著名仙皇 一时半会都还接受不了现实 不敢相信 夏云星居然会是仙尊山的主宰之一 真理仙尊 我明白了 北辰元秘一拍脑瓜子 美眸漠然一亮 真理仙尊 最后时刻 是你出手 将那创世神典 送给叶玄的吧 听北辰元秘这么一说 其他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回想起来 到了最后之时 的确是有一位仙尊姗姗来迟 在最终阶段出手 一招定乾坤 将创世神典给劫了去 看来 就是这位真理仙尊了 我可没有将创世神典送给叶玄 夏云星摇了摇头 我可没有偏向任何人 我只是将他送到了你们的面前 至于最后为什么事业玄得到了创世神典 那是仙尊山的选择 好吧 这么说来 是我们和仙尊之位无缘了 万界城主和北城元秘相识无言 想不到夏云星已经给过了他们机会 是他们不中用啊 那没办法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外来者现在拥有了两位仙尊 现在我倒要看看 还有谁敢对我们外来者实施灭绝计划 但是 心中虽然遗憾 但是万界城主和北城元秘的腰杆却是硬了不少 如今 外来者一下子就出现了真理仙尊和玄法仙尊两位仙尊 这仙尊山 已是有了他们外来者的一席之地 这血黄等人 还怎敢针对他们 对他们实行什么无量仙节计划 血黄等人文言 脸色顿时一尘 外来者一次就冒出了两位仙尊 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这帮人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虽然心中极为忌惮 但血黄面上却依旧嘴硬无比 怎么 有了两位仙尊撑腰 便觉得自己有底气了 玄法仙尊 真理仙尊 不过才刚刚得到仙尊之位 如何能和死亡仙尊相提并论 你们这群家伙 不要太嚣张 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你们 是吗 叶玄的目光漠然就落在了这血黄等人的身上 我们有没有人治不清楚 但现在我们想治你们 却是易如反掌 叶玄的眼中 陡然就泛起了一抹冰冷 拳击便豁然出手 一股只属于仙尊的恐怖力量席卷而出 就要镇压血黄等人 血黄等人面色大变 显然没料到 这叶玄居然争敢对他们出手 此刻的他们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上位者心态 殊不知在现在的叶玄眼中 他们这些优越感爆棍的先皇 啥也不是 但是正当他们即将被这股力量镇压的时候 仙尊山深处 却是再度风云奏起 一股死亡毁灭的气息席卷而出 伴随的是一名黑衣男子 从仙尊山的极深处现身 死亡仙尊大人 在黑衣男子出现的上那 纳血黄等人 脸上也是骤然浮现出狂喜之色 他们的靠山终于出现了 死亡仙尊当凌晨看到这名黑衣男子的瞬间 脸上却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恶然之色 因为这黑衣男子不是别人 却正是他之前在仙尊山深处 所遭遇的那人 不过在短暂的恶然之后 凌晨便反应了过来 之前在和黑衣青年照面之时 对方便说了 他是这仙尊山的临时管家 可不就是正在轮值齐的死亡仙尊吗 倒是我反应慢了 凌晨笑着摇了摇头 如此明显的暗示 他还看不出来 就不能怪别人了 恭贺玄法仙尊 荣登仙尊之位 死亡仙尊向着叶玄拱了拱手 恭贺道 随即 他又向着真理仙尊抱拳 也恭喜真理仙尊 重归仙尊山 见到这死亡仙尊到来 叶玄和夏云新二人 也皆向着对方拱了拱手 表示回礼 毕竟 对方可是这仙尊山的主宰之一 目前对于仙尊山的局势还不清楚 还是不能贸然的罪人 不过 他们都知道 这死亡仙尊乃是无量仙界计划的策动者 此人绝非善类 被他们外来者视为大敌 如此此人突然出现 怕是对他们而言 绝非是什么好事 本次仙尊山开启 新的仙尊已经诞生 那么此番仙尊山变也该关闭了 除了两位仙尊之外 诸位请离开吧 死亡仙尊对众人下达了主客令 还没等众人说什么 这仙尊山中的众多强者 便被直接传送出了仙尊山 只剩下凌晨 叶玄 夏云新三人 还留在这仙尊山之中 凌晨看着众人消失 而自己却还留在这仙尊山中 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诧异 为何我还在此 不是说 只留下两位仙尊吗 他可不是仙尊